第一章 她变成婴儿了 使劲 在家把劲 我已经看见孩子的脑袋了 张吻婆擦了擦头上的汗珠 神情紧张的地看着床上的孕妇 已经大汗淋漓 从鬼门关走过的杨静怡听闻顿时有了盼头 咬紧牙关 使出吃奶的劲 好不容易怀个娃 说啥都要生出来 让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人瞧瞧 她杨静怡才不是不下单的母鸡 下身剧痛传来 使杨静怡瞪大眼睛 唇半苍白 右手慌弯失措的猛地抓住夏永安的手 就往嘴里塞 啊 杨静怡和夏永安同时发出惨叫声 震耳欲聋 门外裹着小脚的张翠之皱着眉头 听到他那不争气的傻儿子的惨叫声 嫌弃地说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俩都在生孩子呢 不让进产房 他飞进去 活该 男人进产房可是非常不吉利的 老三也真是的 不就生个孩子有啥大惊小怪的 一旁的张力幸灾乐祸地说道 他才不会承认自己酸了 羡慕极度恨杨静怡才这样说的 张翠之听闻扭头狠狠地弯了一眼老二媳妇 板着脸瞪着他 闭嘴 奶凉快奶呆着 别再眨眼 没事找事 敢在他这找存在感 可把他能耐的 老三媳妇结婚六年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紧张点不是很正常吗 有啥大惊小怪的 张力撇了撇嘴 不满的低声嘟囔道心 不知道偏哪去了的 赵翠之虽然上了年纪 但他耳朵好着呢 将张力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这还没分家呢 就敢编排他 那分家了 这还得了 张翠之立即火冒三丈 指着张力掐着腰吼道 老二趁着现在天还没黑 将这臭婆娘打包送回他娘家去 啥时候想明白自己错在哪了 啥时候才接回来 老二夏永兽试了一根筋的 听老娘这样说 二话不说 拽着媳妇就要往外走 永兽 你傻啊 张力愤愤地瞪着夏永兽 立即挣脱他的束缚 他怎么找了个不长脑子的蠢货 不知道躺护自己媳妇不说 还帮着老娘欺负媳妇 转身看着张翠之 瞬间露出讨好的假笑 娘 弟妹现在身子肯定很虚 我去给他七碗红糖水 他才能有力气生产 说完 张力自顾自地往厨房跑 生怕张翠之不愿意 让永兽把他送回娘家 想起娘家 他身体不由颤抖 他才不想回去 回去不给饭吃不说 啥活都让他干 张翠之懒得搭理他 既吃不既打的蠢货 听着屋里还传来惨叫声 张翠之微微皱眉 冲着厨房大声喊道 多放点红糖 握两个鸡蛋 掏出橱柜的钥匙 递给夏红霞 叮嘱道 看着点 千万不要让你二嫂偷吃 好嘞 夏红霞接过钥匙 蹦蹦跳跳地去糖屋 拿鸡蛋和红糖 然后坐小马扎上 严防死守二嫂偷吃 现在是五十年代末 是吃大锅饭的时候 每家每户的铁锅 都被送去炼钢厂了 幸亏赵翠之有先见之明 还留下一个小锅 张力垂涎三尺地 看着香气扑鼻的鸡蛋红糖水 甜滋滋地钻入他的鼻孔 不争气的肚子咕咕响 眼馋得咽了咽吐沫 舔了舔嘴唇 将煮好的鸡蛋 红糖水盛出放进海碗里 将海碗递给夏红霞 笑着说道 快送过去吧 夏红霞并没有接 而是笑着摇了摇头 将锅里还剩一点的红糖水盛出来 当着张力的面将喝光光 你别喝 张力开口就要阻止夏红霞 可夏红霞动作过快 他伸手还没够到碗 就见夏红霞满足地 将碗放在锅台上 谢谢嫂子 糖水真甜 夏红霞露出狡猾的笑容 细血地说道 结果张力手上的海碗 就往门外走去 张力傻傻地愣在原地 他特意加多的水 喂的就是想喝上几口红糖水 谁知道 倒嘴的糖水飞了 愤怒的伸脚踹在墙上 谁知道踹在了灶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蹲下抱着脚 默默地缓过腾静 片刻后 张力往锅里加了一点水 津津有味地喝着刷锅水 而产房的杨静怡 狼吞虎咽地喝着鸡蛋红糖水 夏永安红着眼 小心翼翼地 擦拭着他脸上的汗珠 哭唧唧地说道 媳妇生孩子太可怕了 我们以后不生了 说完清了亲杨静怡的额头 夏永安看着媳妇身下的被褥 全被鲜血浸透 吓得浑身颤抖 人的身上才多少血 她媳妇都流了这么多血了 杨静怡没有空理她 身下有了感觉 猛得狠狠地咬住夏永安的手 使劲使得脸憋得通红 小婴儿的声音响彻云霄 夏漠不安地乱动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眼前摸黑 啥都看不见 本想开口说话 却听见婴儿的喊叫声 紧接着听见周围的说话声 恭喜啊 千金一枚 你看张吻婆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抱出门 兴奋地喊道 话还没说完 却被张翠之打断 是女娃娃 怎么可能是女娃 张翠之拔高声音惊诧道 明明是个男娃娃 怎么可能是女娃 赵翠之难以置信地嘟囔着 明明小儿媳妇特别爱吃酸 生的是男孩才对 张力抱兄幸灾乐祸地站在一旁 心中对杨静怡非常不屑 生了个赔钱货 这年头大人尚且都吃不饱 哪还有粮食给赔钱货吃 赔钱货等着饿死吧 谢谢张吻婆 今天辛苦你了 始终沉默 抽着汗烟的夏德然 撑着墙壁起身 应该的应该的 张吻婆接过钱 眉开眼笑地说道 笑呵呵地 将钱塞进棉袄里面缝的口袋里 夏德然接过小婴儿 入眼的便是粉粉嫩嫩地看着小脸 白皙透亮 像是刚煮熟的蛋白 让人忍不住咬上一口 惊诧地发现自己 小孙女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不哭不闹 很乖 并没有其他刚出生的孩子一样 皱皱巴巴的 看着乖乖巧巧的孙女 夏德然铁血柔情 十分温柔地抱着她晃了晃 爹 张力见鬼的似的看着夏德然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这个柔情似水的人 真的是她刚正不阿 严肃的爹 第二章 接受现实 三个月后 夏末怀疑人生地躺在床上 盯着房顶发呆 她还是没有接受穿越的现实 她是末世拥有空间 和木系异能的异能者 其中木系异能 还有独特的治疗效果 只要没死都能就回来 怎么都想不明白 自己跟随异能小队搜寻物资的时候 刚将超市仓库里的物资 全部收进空间 太累了 就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打个盹 谁知道醒来后 自己居然变成了50年代刚出生的婴儿 穿越到艰苦年代 1956年 干啥都需要票的时代 食不果腹已是常态 每天都饿死的人不在少数 而她穿越成一位刚出生的农家女 拥有重男轻女的奶奶 相亲相爱的父母 还有个可爱的小姑 夏德然跟赵翠之 一共孕育四儿一女 大儿子夏永福 媳妇张艳芳 孕育二子 分别是八岁的夏伟杰 五岁的夏浩 二儿子夏永瘦 媳妇张丽 孕育三女 分别是夏大妮七岁 夏二妮三岁 还有一对双胞胎夏三妮 和夏英才 刚满一岁 三儿子夏永安 媳妇杨静怡 结婚多年 刚生下她夏末 四儿子五岁的时候 吊河里淹死了 老五是夏洪霞 十三岁 非常机灵 经常跟张丽斗志斗勇 每次都是以张丽惨败结束 夏末叹了口气 双目呆滞一眨不眨 这一个月来她 已经体验了吃喝拉撒睡 全都在床上 让她幼小的心灵 受到沉重打击 呀 默默真乖啊 杨静怡推门进来 就看见小默默 自己乖巧地躺在床上 走上前将小毯子 盖在她的肚子上 虽然现在七月份 但是小孩子身子弱 特别容易受凉 坐在炕上 轻易地抱起夏末 逗笑地说道 呀 默默真乖 默默这是干啥呢 饿了吧 娘这就为你喝奶 音音 夏末笑容满面地回应 伸出小胖手 紧接着身体本能的西域 她已经麻木了 从刚开始的羞耻 到后来的坦然 鬼知道她经历了啥 没办法 她现在试的 才三个月的婴儿 除了喝奶 没有她能吃的了 不喝奶 难道啃红薯 或者喝野菜汤 杨静怡喂完奶后 就将夏末放到炕上 她就开始收拾 换下来的尿布 总共也就三个尿布 还都是她用陪下的床单 结成长方形的碎布 换下来不赶紧洗干净的话 默默就没有尿布用 就只能光着屁股 你别弄 我来 夏永安进门 就看见媳妇准备洗尿布 连忙上前夺过来 絮絮叨叨地说道 生过孩子 不能碰凉水 洗尿布的事 我来就行 杨静怡不服气 我已经出月子了 可以碰凉水了 那也不行 我可不希望等我老了 还要推着你 夏永安强硬地 将杨静怡拉到炕边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给默默喂奶 照顾好她就行 杨静怡坐在炕上 眼角微红 眼眶湿润 她真的很幸运 在艰苦的年代里 嫁给了眼里 心里全是她的男人 心里犹如吃了蜜斑田 在他们红旗大队的妇女 基本上都坐不了月子 就算坐月子 也就坐十天左右 就要干活 别眼不去看她 青男道 我又不是奶牛 夏永安耳朵出奇的好 听见她的青男的话语 视线瞄了一眼她的胸脯 贴近杨静怡的耳畔 声音低沉 细泻道 是挺像奶牛的 羞涩的低着头 不敢看下永安 就在两人中间 冒着粉红泡泡的时候 不响亮的放屁声 打破了他们甜蜜的氛围 夏沫尴尬的 想挖个地道钻出去 她根本控制不住 体内的洪荒之力 哈 杨静怡被夏沫 突如其来的放屁声吸引 笑着说道 默默这是拉巴巴了呀 娘这就给你换掉 三个月的相处 杨静怡已经弄清了 夏沫的表达 饿的时候会伸舌头 尿和拉屎的时候 会试图吸引你的注意 小眼神不安地乱动 我来吧 旁边的夏永安开口道 杨静怡瞪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看着她 默默是女孩子 皮肤娇嫩着呢 就你粗手粗脚地 弄疼她咋办 还是我来 夏永安善善地 收回僵硬的手 尴尬地转身 捡起地上的尿布 连忙往外跑 见夏沫打了个奶格 杨静怡轻柔地 擦拭着她唇上的奶子 紧接着 夏沫被杨静怡轻柔地抱起 朝着唐屋走 夏沫这是第一次出门 趴在杨静怡的怀里 好奇地打亮着四周的环境 天空碧蓝如洗 空气闷热 但却很清新 空旷的篱笆小院里 坐落着几栋稻草 和泥土气的房屋 院子里 还有两只老母鸡在啄食 进入唐屋 就见到才见两次面的奶奶张翠之 见她坐在主位上 沉默不语 夏沫知道张翠之重男轻女 不喜欢她情有可原 毕竟封建思想里 张翠之虽然重男轻女 但她没有像其他奶奶一样 蹉跎孙女 相对而言 她还是挺幸运的 穿越有疼爱她的父母 名室里的爷爷奶奶 不然的话 她小小一只 就要暗粗粗地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 那多累啊 娘 爹 杨静怡打过招呼 就坐在板凳上 她不敢支持张翠之的眼睛 触得慌 张翠之微微点了点头 视线扫过杨静怡怀里的小奶娃 愣了一下 眉头紧皱 娃娃长得倒是白嫩挺俊 为啥是女孩 如果是男孩就好了 梁静怡见张翠之皱眉 她大气不敢出 抱着夏末的手 不由紧了紧 老三家的 把默默给我抱抱 夏德然突然想起 她将汗烟搁在桌子上 担心手上脏 就将手往身上蹭了蹭 夏末见夏德然想抱她 立即欣喜地 伸着两只脸偶般白皙粉嫩的手臂 这三个月来 夏德然经常来跟她玩 虽然有点幼稚 但是她非常喜欢 因为她知道她是喜欢她的 爹 你看默默高兴的 说着 杨静怡将夏末递给夏德然 夏德然接过夏末 颠了颠 笑着说道 哟 还挺沉 轻柔地将夏末放到腿上 夏末觉得个得慌 夏德然今年才不过五十出头 因为常年劳作风吹日晒 加上粮食短缺 使她整个人黑瘦黑瘦 不只是她 这个年代基本上都非常瘦辱 粮食短缺 基本上都是靠吃野菜 啃树皮度日 没饿死 已是万幸 如果她的异能还在就好了 第三章 异能跟着来了 夏德然用满是壶茶 逗着夏末 爱不释手的亲昵 小孩子的皮肤娇嫩 夏末痒地缩着脖子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屋里温馨的氛围 却被张力打破 合着我就是奴才 杨静怡你是千金小姐不成 坐着就等着我给你端茶地水 张力端着碗筷 就见杨静怡板板正正地坐在凳子上 气不打一出来 凭啥大嫂进城后 做饭的活就让她做 杨静怡不就生了个赔钱货 都三个月了 连厨房都没进过 越想越不是滋味 正巧夏永安刚进门 就听见她这句话 不满地说道 二嫂 我们俩约定好的 我帮你上山砍柴未接 你帮静怡做饭 怎么现在我帮你干了活 你咋不讲道理数落静怡呢 要不然 约定取消 我自己来帮静怡做饭 张力只想过口影 没想到被夏永安听个正着 怕老三报复她 善善地坐了下来 不再说话 老三就是个无赖 谁要是欺负杨静怡 他就跟谁解 村头的张老头 起色心想要调戏杨静怡 事情传到夏永安的耳中 他居然拿着菜刀 架在张老头的脖子上 把张老头吓得尿裤子了 都不知道 三年了 张老头见到夏长安和杨静怡 拔腿就跑 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 坐在夏德然怀里的夏末小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夏长安 不愧是他的爸爸 好样的 夏末很想知道 自己的异能跟着来没有 他的旁边一直有人 没敢感受异能的存在 害怕自己现在能量很小 会发生紊乱 空间里的东西 不受控制地出现在他面前 还有就是 他手上会出现绿芽 这么诡异的一幕 如果让别人看见 肯定会把他当作妖怪 抓起来焚烧的 终于等到周围没人 夏末慢慢地地 攥紧小拳头闭上眼睛 默默地感受自己的异能 脑海一突然出现一片区域 里面堆满了他 在末世收集的物 夏末惊喜地睁开眼睛 的空间异能跟着来了 在末世的时候 因为有宋博士的帮助 他的空间异能提升得非常快 简直秒杀一众异能高手 空间的大小 轻轻松松地装下 几十个巨型仓库 至于他的空间多大 他还没认真计算过 空间异能卓越的他 跟着宋博士和异能小队 收集了大量的物资 空间刚收集满 他就穿越了 万幸的是他带着满仓的空间 来到这个艰苦年代 有这些粮食在 他们一家就不会饿着 夏末由衷地开心 这几天看到爹娘吃的 都是红薯和野菜汤 量也非常少 他非常心疼 心里默默想着面包 突然一块面包 就出现在他面前 才三个月的他 连翻身动弹都很难 还没长牙 也啃不了面包 夏末伸头看向门口 见他娘还没回来 连忙将面包收进空间 然后意识进入空间 开始清算里面的物资 不清算还好 猛的一清 还真把他吓到了 单单大米都堆成了大山 一家人吃几辈子都吃不完 还有各种口味的泡面 香肠和罐头 看得他眼花缭乱 还有他喜欢吃的糖果 也有不少 仗着宋博士宠着 他有用不完的金盒 他的空间时不时的升级 搜集物资的时候 仗着空间大 几乎他觉得有用的东西 都会收进空间 以至于 他空间里有很多衣服鞋子 就连棉被和羽绒服都有 末世的天气变化多端 冷的时候能冻死人 热的时候能热死人 以至于他空间里 装了不少防晒霜 记得宋博士带着他 所有丧失见到他就不敢靠近 而他安心的搜刮化妆品和防晒霜 就像强盗一样 将店里的东西搜刮得一干二净 在末世没来临之前 他是个美食博主 热爱做做各种美食 而他做美食主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喜欢吃 另一个就是赚钱 夏末看着空间里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馋得流口水 嘴里寡淡无味 都是奶味 闻到辣条的味道 咽了咽口水 还想吃 快点长牙吧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把夏末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夏末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心里涌现一种不好的预感 心里很难受 好像有什么对他很重要的东西 就要离他远去 可是他才三个月又说不了话 只能狂哭 试图吸引人的注意 让人把他抱出去 哭了还一会 脆弱的嗓子都已经寒哑了 才有人进来 吓得燃着急忙慌的进屋 看见坐在床上的夏末 已经哭成了泪人 小脸和脖子通红 就连嗓子都哑了 心里很不适滋味 都说母子怜心 啊呀 才三个月就要失去母亲了 叹了口气 一瘸一拐地来到他面前 夏末立即高高举起两只胳膊 让夏德然抱 小眼神焦急地看向门外 夏德然轻柔地用手指 抹掉他脸上的泪水 将他抱在怀里 青南道 见见你娘最后一面吧 夏末还打着哭嗝 听到他这句话 整个人都惊呆了 娘出事了 等夏末被抱到村医那里 看见躺在床上 脸色发紫的杨静怡的时候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孤儿的他从小没有感受过母爱 在这三个月里 杨静怡对他无私的爱 好不容易有了母亲 现在却要离开他 这让他一时之间不能接受 村医无奈地说道 咬他的是条毒蛇 毒性非同一般 我已经专门治蛇毒的草药 敷在他被咬的地方 还是没有效果 毒素已经扩散到心脏 我是无能为力了 请你们节哀 夏永安瞬间腿脚发软 仿佛天塌了一般 眼眶通红 紧紧地捂住杨静怡的手 放在脸上 艾明道 静怡 你快睁开眼睛看到我啊 我是长安 不要睡了好吗 你走了我们的默默怎么办 他还那么小 早知道他也跟着去挖野菜了 那样静怡就不会被毒蛇咬到 站在旁边的张翠之皱眉 以老三对媳妇的喜欢 要是杨静怡死了 那老三 简直不敢想 第四章沉睡 夏沫注意到 门口有个背着被摟的人在偷看 扭着身子一看 竟然是张力 此时的张力眼睛闪烁 瞧见夏沫小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 那眼神根本不像是三个月小孩该有的眼神 吓得他转身就跑 夏沫见张力心虚的离开 再加上他身上背着被摟 就知道娘被蛇咬 肯定跟他有关系 可现在这个情形 夏沫没有时间思考这些 扭头看着气息微弱的娘亲 夏沫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异能救他 只有身体接触 才能使用异能治疗 夏沫伸出手臂 指着杨静怡嗷叫 然后再看下德然一眼 希望他能把自己放在杨静怡的旁边 夏德然看着他急切 想去杨静怡身边的模样 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抱着他就要放在杨静怡的旁边 却被张翠之拦住 张翠之不悦地说道 他才三个月 还是离远看就行 不然会不吉利 小孩子最是脆弱 老三媳妇快不行了 万一下沫沾到不干净的东西 就不好了 夏沫见张翠之不让他过去 立即崩溃大哭 小身子使劲往下扒拉着 娘 娘 虽然口才不好清晰 但他们还是听清楚了 夏德然和张翠之面面相去 刚才他们好像听见夏沫叫娘了 可才三个月的孩子 喉咙壁很薄 怎么会讲话呢 娘 娘 这回不止夏德然和张翠之听见了 整个屋子里的人听到了 虽然土字不清 但确确实实是在叫娘 一时间 在场的人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母子连心 这孩子肯定感受到 他将就要死了 一直沉溺在悲伤中的夏永安 这才注意到夏沫被抱过来了 猛地抬头 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静怡 静怡 你听见没 默默现在会叫娘 会叫娘了 你快起来看看 快速起身 从夏德然怀里接过夏沫 直接把她放在床上 跟杨静怡面对面 张翠之也不阻拦 叹了口气 偷偷地摸了把眼泪 背过身去 夏沫如愿以偿地来到杨静怡的身边 悄悄地攥紧她的手 释放异能给她治疗 没人注意到 一抹绿色的光芒 缓缓地进入杨静怡的身体里 许是刚传过来的缘故 身体太弱 夏沫的异能也非常的弱 刚释放异能 就觉得头晕眼花 逐渐地失去听觉 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静谜 夏沫不禁皱眉 但当她看到杨静怡 逐渐好转的脸 顿时欣慰地笑了笑 可是还不够 除非她的身体的能量 全部注入娘的体内 才有能彻底解了蛇毒 不到知道能量枯竭会有什么后果 夏沫咬了咬没有牙齿的牙床 义无反顾地 将身体最后的能量 注入她的体内 在彻底昏厥的前一刻 夏沫强撑着看着杨静怡 娘 你一定要好好的 我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忘记我 再生一个 不对 两个小孩 让他们陪你 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但你让我感受到了母爱 感受到被爱着的感觉 下一秒 夏沫陷入无尽的昏暗 没人注意到 刚才那个还叫着妈妈的小娃娃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偶娃娃 没有半点生气 夏沫陷入昏暗的下一秒 杨静怡突然睁开了眼 猛的坐了起来 激动的 把床上的夏沫抱在怀里 夏永安惊恐的瞪大眼睛 下一秒 把杨静怡连同夏沫一起抱在怀里 太好了 太好了 激动的眼泪 不受控制的往下流 这是活过来了 张翠之和夏德然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才已经气息微弱 满脸亲子的人 突然间脸色变得红润 还坐了起来 这也太惊悚了 虽然高兴老三媳妇死而复生 但他们也被吓坏了 村医下巴掉在地上都不知道 磕磕碰碰的解释道 许是草药放久了 见笑的比较慢 当别人都在高兴 杨静怡的死而复生的时候 而杨静怡的注意力 却一直在夏沫的身上 将夏沫紧紧的抱在怀里 心里空落落的 本来以为自己就快死了 可渐渐的她 居然有了感觉 有一只小手握着她的手 给她传递着圆圆不断的温满 可看到默默像个默娃娃一样 眼睛无神 不哭不闹 杨静怡心底最后一层 放心崩塌 默默 我的默默 你笑一下 别吓妈妈 杨静怡将脸贴在夏沫的脸上 不停地尝试让她笑 让她看自己 可是 无论怎样逗她 她的眼睛虽然睁着 但是却没有丝毫反应 杨静怡崩溃地 将抱着自己的夏长安推开 猛地狂抓自己的头发往下扯 发泄着 摇晃着头 脑海里隐隐约约浮现几句话 想到话里的内容 瞬间热泪盈眶 默默变成这样子 就是为了救她 都是因为她 默默才变成这样的 不要 她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默默 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心像针扎一样疼 疼到她无法喘息 她的默默才这么小 才三个月 很乖 很乖 不闹人 不爱哭鼻子 整天就像小太阳一样 露出可可爱爱的笑容 杨静怡眼泪不要钱地往下流 头皮被自己拽下一小块 都没有感觉 风魔一般 不停地嘟囔着 都怪我 都怪我 要不是我默默 也不会变成这样 别个别的神都不要 被推出去的夏永安 看着媳妇一样的自残 吓得魂都飞了 慌张地站起来 按住她的肩膀 小心翼翼地说道 静怡 乖 安静下来 这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说给我听听 原本媳妇死而复生的喜悦 再看到她风魔的模样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担心 杨静怡僵硬地扭着脖子 击楚地看着她 固执地说道 默默 我们的默默 默默怎么了 都怪我 杨静怡崩溃的江头 埋进夏末的脖梗 不停地蹭来蹭去 来来回回 就是这一句话 一时间 屋内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夏末的身上 只见现在的夏末 明明活生生地 窝在杨静怡的怀疑 可是她的眼睛 如一潭死水 张翠之和夏德然 也被吓到了 连忙围上来 村医检查了一番后 深深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这孩子傻了 可怜 这么漂亮的女娃 变成了傻子 第五章 沉睡中 四年后 红旗大队刚经历过洪灾 很多泥巴混合到稻草座的房子 都被冲毁 农作物也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 大片药材都烂在地里 大队长召集村民修缮房屋 房屋修缮好 可是坏事连连 刚经历洪灾的红旗大队 还没有恢复元气 又迎来旱灾 红旗大队本来就是种植药材为主 粮食种植的数量 本来就很少 自然灾害的到来 能吃的粮食就更少了 年份已经到了的药材 全都烂在了地里 损失十分惨重 让大队长焦头乱额 地里刚种下耐旱的红薯土豆 野菜发芽 根本不能吃 村里老老少少 各个饿的面黄鸡兽 兽得跟柴火干一样 大灾荒拉开荧幕 红旗大队的几乎所有家庭 都出动寻找粮食 无论什么野菜 只要没毒都不放过 没有粮食没有水源 使得很多人冒着风险去后山找粮食 对此 大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规矩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此时的夏家 趁着杨静怡去找吃的的功夫 饿得头云眼花的张力 悄悄地钻进老三家的房间 推开门就看到杨家旭 在给夏末喂红薯 看到红薯 张力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这红薯也太大了 他站在这都能味道 红薯甜滋滋的味道 张力心里咒骂道 老太婆真偏心 给一个傻子这么大的红薯 老三家也真是的 家里都接不开锅了 还收养自己的外甥 一群都是吃白食的 愤愤不满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兔沫 眼睛贼溜溜地转了一圈 看着像杨家旭说道 你姑给夏末留了碗野菜汤 你快端过来给夏末喝 杨家旭虽然才七岁 但是记忆力还是挺强悍的 姑父临走的时候 让他守着妹妹 食都不能放进来 特别是他 板着小脸 你快出去吧 这里不欢迎你 他特别讨厌张力 他整天就知道 趁着没人的时候欺负他 见杨家旭不听话 瘦瘦小小的杨家旭 根本不是张力的对手 轻而易举的就被拎起来 张力冷眼地俯视了他一秒 转身进屋 把门拴上 静直地走到夏末的面前 动作粗鲁地抢走他手上的红薯 张力夺过红薯 迫不及待地往自己嘴里塞 脸皮一起吃 狼吞虎咽地将红薯吃完后 肚子终于不叫唤了 舔了舔手指 砸巴着嘴 回味着红薯香甜的滋味 耳边不断传来杨家旭拍门的声音 张力不屑地笑了笑 就算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帮你的 今天家里的人 基本上都去上山找吃去了 突然视线落在夏末身上 吃笑一声 村里的人都饿成皮包骨了 而他却还白胖白胖的 杨静怡这个疯子 宁愿自己饿着肚子 也要把这个傻子喂得饱饱 果然是不正常 母女俩一个疯子 一个傻子 伸手狠狠地捏住夏末的脸往外扯 松开后 红印在白皙的脸颊上 异常显眼 可他半点反应也没有 就像个没有灵魂的傻子一样 张力拽住夏末的头发 狠狠地往地上一甩 只听砰的一声 夏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连声音也没有 任由他摆弄欺负 低头一瞧 发现自己脚下竟然有一个花生 连忙捡起来放进嘴里 张力享受的眯起眼睛 花生真香 舔了舔唇 视线落在夏末身前的口袋里 蹲下身往里面一掏 手里就出现一把花生 吃到了甜头 张力把夏末身上翻了个遍 居然还找出了一个融化的糖果 把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 张力猛地往夏末身上踹了一脚 一个傻子居然被养得这么好 他身上的花生和糖果 估计是公公给的 突然一抹邪恶的想法 浮现在他的眼前 怎么擦都擦不掉 那就是把这个傻子杀了 如果这个傻子死了 他的儿子就可以多分半个 或者一个红薯 想起瘦的可怜的儿子 张力两只手掐住夏末的脖子 面目猙獰 恐怖至极 不断地用力 发现夏末情绪还是没有变化 任由他欺辱 心中不由冷笑 果然是个傻子 只是他没注意到 夏末的手指轻微地动弹了一下 夏末刚恢复神志 就看到张力面目猙獰地掐着他的脖子 刚准备还手反抗 门口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撞击声 门栓断裂 杨静怡拿着斧头破门而入 眼前的一幕吓得他浑身一颤 他的女儿被张力掐着脖子 不停地翻白眼 他弩睁着眼 额角的青筋随着呼出的粗气一鼓一张 拿着斧头冲着张力就看 眼瞅着斧头朝自己砍来 张力这急忙慌地松开夏末的脖子 往床上爬去 可杨静怡此时就像一只发疯的狮子 追着张力不放 张力躲到哪 他就拿着斧头追到 在追打的时候 斧头掉落在地上 杨静怡左手狠狠地拽住他的头发 张力被破台起眼 杨静怡右手狠狠地往他脸上挠 打死你 打死你 张力痛得哀嚎一声 就要去薅杨静怡的头发 一只手抓住他的手 他竟然动不了了 杨家旭见夏末没事 扭头看到姑姑被欺负 连忙冲上去 手死死地按住张力 屁股坐在他的身上 死死地按住他的手 他的力气很小 张力的力气比他大很多 眼看着要按不住了 低头猛地咬住张力的大腿 张力躺在地上 痛得他呲牙咧嘴 放 开我 白眼狼 傻子 夏末弯着腰不停地咳嗽 看见杨静怡处于优势 张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放心地喘息 神志刚清醒 身体还有些不太适应 你该死 你真该死 杨静怡疯了一般 对张力全打脚踢 张力被打得浑身疼 根本还不撩手 被踢到了肚子 刚吃的红薯吐了出来 渐渐地吐出来酸水 张力看着杨静怡 就像无情的机器一样 对他全打脚踢 无论他怎样求饶 杨静怡都不为所动 张力气得崩溃 心疼吐出红薯的同时 心里不停地咒骂着杨静怡 疯子 杨静怡是疯子 再这样下去他 肯定会被打死的 扯着嗓子疯狂地吼道 快来人啊 疯子打人了 要打死人了 我快要死了 没过多久 从山上回来的夏家人 刚进院子 就听见张力的求救声 声音是从老三屋里传来的 大家面面相去 放下手上的东西 赶紧往老三屋里奔去 第六章 默默不会再消失了 张翠之刚进门就看到 老三媳妇把老二媳妇按在地上 不停地嚎他的头发 打他的脸 以为是老三媳妇又犯病了 急忙说道 助手 快助手 扭头对着夏永兽和夏永安说 还不快去拉架 看戏呢 在夏末变傻之后 老三媳妇就疯了 隔天差五地跟老二媳妇过不去 像是有血海深仇一样 每次把老二媳妇打出血才行 夏永安见自己媳妇没吃亏 淡定地站在原地不动弹 而夏永兽见自己媳妇 被打得鼻青脸肿 头皮都掉下来一块 急忙上前拉架 老大家的也上前帮忙 等把杨静怡从张力身上拽起来的之后 张力立即哭跑着到张翠之面前 躲在他身后 杨静怡疯了 他想杀我 娘你快帮我 疯了 他彻底疯了 还有杨家旭这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他也帮着杨静怡打我 张力说着 袖子往上撸 把胳膊上的牙印和抓痕露出来 激动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看 我胳膊上的伤都是他弄的 我身上还有很多 这日子没法过了 杨静怡隔天插我的的 就把我打一顿 再这样下去 我会被他打死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 让家里每个人都看见杨静怡的罪行 有因比有果 你不是跟我们一起上山的吗 为什么出现在老三房里 夏德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力的破绽 我 我 我是被杨静怡拽进屋里的 张力绞尽脑汁 才想出一个理由 夏德然冷哼一声 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话 而此时的夏末 已经渐渐地恢复过来 撑起身子 艰难地挪到杨静怡的身边 抱住他 沉睡后 他的意识就被封闭在空间里 虽然听不见感受不到 但只能看到 能看到杨静怡给他讲故事 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 也能看见别人骂娘是疯子 所有事情他看在眼里 却什么都做不了 直到枯竭的能量逐渐恢复 他才有了意识 才能清醒过来 能控制了身体 杨静怡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看着主动抱着他的夏末 他知道 他的宝贝回来了 激动地把他抱在怀里 恨不得揉进骨肉里 嘴唇微颤 你回来了是吗 对不对 夏末点了点头 杨静怡喜极而泣 太好了 太好了 张力见杨静怡突然又哭又笑 忍不住说道 看吧 他这是撤疯了 就应该拿个链子捆着他 省得他到处咬人 回应他的是 夏永安铁青着脸瞪着他 你再说一句 张力吓得一哆嗦 小声嘟囔道 我又没说错 夏洪侠鄙鄙视地看了张力一眼 每次都是说完就怂 一点都没有长进 突然视线落在夏末的脖子上 亲子的印记吸引他的注意注意 师生喊道 三哥 你快看默默的脖子 闻言 所有人都看向夏末的脖子 入眼的是红紫一片的皮肤 明晃晃的手印 在白嫩的皮肤上格外显眼 天哪 那个天杀的做的 夏德然好道 夏永安刚才一颗心都在杨静怡身上 这才注意到夏末的意样 原本干净白皙的小脸 变得脏兮兮的 衣服也全都是灰尘 像是从地上滚过一样 离境之后 他竟然发现衣服上还有斜印子 静怡就算是疯 也不会做出伤害默默的事 对他来说 默默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更何况 静怡根本就没疯 夏永安掀起夏末的衣服 焦嫩的皮肤上 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 刚被人虐待过 看到这样的场景 杨静怡松开夏末 手指颤抖的轻轻的触摸着他身上的伤 四 夏末倒吸一口气 真的很疼 小孩的皮肤本来就很焦嫩 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长大了许多 差不多四岁的样子 原来自己沉睡了这么久 身体上的疼痛牵动他的神经 小脸皱成一团 该死张力 竟然敢对他拳打脚踢 而且还想掐死他 就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多吃一口饭 就想把他掐死 太桑尽天良了 就暂且让你舒坦一会吧 张力心虚的缩了缩脖子 眼睛闪烁 指着杨静怡说道 是杨静怡 他发起风来 谁都不认识 我回来上厕所 看见他掐着夏木的脖子 就好心过来阻止 谁知他直接转移目标 开始攻击我 你看看地上的斧头 被砍坏的床 这些都是他拿斧头砍的 一旁的杨家旭 死死地瞪着张力 说道 明明是你 你要掐死默默 你再说谎 一个小孩子说的话 很难有人相信 但夏永安和杨静怡 深信不疑 杨静怡和夏永安 眼睛猛地看向张力 眼里的冰冷 能冻死人 夏永安几步 就窜到张力的面前 众人来不及反应 就见他猛地 拽住张力的头发 抬脚狠狠地 踹在他的肚子上 眼角通红 发狠地猛踹 你该死 你真的敢 啊 救命 娘 爹 救命啊 张力躺在地上 被夏长安踹的 都没有反抗的能力 只能不停地求救 张翠之不想弄出人命 连忙去拦夏永安 老三 别打了 会出人命的 哼 人命 夏永安冷哼一声 又踹了张力一脚 他把我女儿 打成这副样子 还想掐死默默 就该得到惩罚 万幸的是 默默没死 要不然 我肯定把他千刀万剐 都难笑我心头之恨 老三 你说什么 默默脖子上的上 都是老二媳妇做的 张翠之难以置信的 瞪大眼睛 可他这么做的理由 是什么呀 大方一家也不敢相信 他们都知道 张力喜欢贪便宜 平常也喜欢 欺负家里的女娃 可他再怎么贪 再坏 应该也不会杀人啊 张力立即脚变道 老三 你别把脏水 往我身上泼 我好心好心帮忙 你却冤枉我 如果不是我 杨静怡早就 把夏默掐死了 再说了 夏默死 对我有什么好处 捂着被拆的肚子 喘着粗气 老三下手也太重了 差点把他的心肝皮 肺肾都踢出来了 静怡就算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默默的 这几年 你们还没看明白吗 默默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干干净净 你们什么时候 见到他被打了 夏永兽也安分分不平地说道 夏德然和张翠之 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四年来 别人家的孩子身上 全都是泥土杀的 而夏默至始至终 都是干干净净 被照顾得非常好 就算是疯了 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在场的人 除了老三媳妇 也就老二媳妇了 是谁做的 一目了然 夏永兽虽然目得 但见夏永安 还想揣自己媳妇 连忙上前挡在他的前面 老三 有话好好说 你嫂子都说 不是他做的 肯定不是他做的 人命关天的事上 他是不会说谎了 他胆子很小的 让开 夏永安咬牙切齿 不想跟拎不清的二哥解释 夏红侠劝说道 二哥 家旭一直照顾默默 他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二嫂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既然要害死默默 像他这样的人 也要赶他吗 第七章 夏默开口说话了 可是 夏永兽开始犹豫 还想说什么 就被夏永安趁机推到一边 开始不断踹打张力 就算将张力打死 也弥补不了默默受到的伤害 等过了好一会 夏的燃才开口说道 够了 老三快停下 看到地上的呕吐物 他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知道了默默身上的伤 确实是老二媳妇弄的 他等到老三出了口恶气后才开口 就是怕老三太过激动 将老二媳妇打死了 虽然老二媳妇丧尽天良 但也不能让老三打死他 现在是法治社会 杀人是要偿命的 闻言 夏永安收回自己的腿 狠狠地弯了张力一眼 转身走到夏默的面前 夏默看着夏永安 小心翼翼查看他的伤势 虽然他爹经常忽略他 能回来真好 见杨静怡和夏永安瘦的 都只剩下骨头 夏默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不停地责怪自己 明知道大饥荒将要来临 怎么不提前留些物资给爹娘 看着自己白白嫩嫩的小手 又看了一眼娘 枯瘦如柴的手掌 其实娘亲变成这样 有她一部分原因 每次杨静怡分道的吃的 都会留下一大半就给她 而夏长安 又会将自己的分给杨静怡 虽然家里的事情 都有张翠之处理 但当大事发生的时候 还是由夏德燃掌控全局 夏德燃冷着一张脸 看向张力 质问道 今天你明明跟我们 一起去上山挖野菜 你却提前下山 是不是特意想溜回来 到老三房里 抢默默的吃的 几乎是肯定的语气 让张力喘不过气来 张力强忍着痛 摇了摇头 狡辩道 抢什么吃的 我根本不知道 爹 你要相信我 我是能抢傻 夏默的吃的人吗 像 非常像 这几乎是谁在场 所有人的心声 张力敢不敢杀人 他们不知道 但是要说 张力会不会抢小孩的吃的 他们非常相信 以及肯定 家里的小孩的吃的 基本上都被张力抢过 无疑幸免 张力可悟到 连吃剩下的红薯皮都抢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周围诡异的安静 张力不自在的动了动 又干巴巴的说道 爹 没有证据可不要冤枉我 就算我不喜欢夏默 但是我最起码是个人 这样丧心病狂的 是我是不会干的 现在饥荒严重 我们家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 老三养一个不正常的女儿 也能说得过去 毕竟是他亲生的 可老三居然收养 杨静怡娘家哥哥的孩子 这就说不过去了 整天在家里 吃的白食 也不干活 这就说不过去了 我们二房辛辛苦苦的上宫 锦衣缩食的 就是给老三家养孩子 这算什么事 今天我好心帮忙 还反备冤枉 被老三往死里打 再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还会发生啥事 我看我们还是分家吧 放过我们二房 义正言辞的谴责者 三房的过错 一旁的夏永福 见自己媳妇在那胡来来 想上前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说 却被夏德然拦了下来 让他说 爹 我还想活着 还不想死 不想被老三拖垮 求求你放过我们二房吧 你要是觉得 是我把夏末弄成这样子的 你就拿出证据 只要拿出证据 我就丝毫没有怨言 张力士确定了 他们拿不出证据 才这样说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分家 分家之后 他们二房才能吃饱过上好日子 上次他看见婆婆屋里 还放着两袋子红薯 三大袋红薯不舍得吃 就给每天给他们一人一个红薯 再这样下去 那些红薯 肯定都会被婆婆补贴给三房 与其这样 那还不如分家 到时候 他不但能当家做主了 这样一来 二房也可以吃个半饱饭了 张力的话 让老夏家陷入沉默 众人都没想到 张力的脸皮如此之后 就连夏永福 都觉得脸骚得慌 他夏永兽 在夏家三个兄弟之中 是最无能的 挣的公分是最少的 如果不是娘长家 他们二房估计早都饿死了 爹 我们不分家 夏红霞向来就跟张力不对付 现在听见张力厚颜无耻的话 忍不住对道 二嫂 你的脸皮咋长的 咋这么厚难 别人脑子里长的是大脑 你脑袋里装的全是屎 你哪有脸说出这种话 我二哥都替你骚得慌 现在张力懒得搭理夏红霞 吃进去的红薯土了出来 肚子空空如也 加上被夏长安连梯带踹弄的 根本没有力气想别的 现在根本证据可以证明 是他差点掐死夏末 除非夏末能开口说话 指控他 不然想都别想 但是让夏末说话可能吗 一个从未说过话的傻子能说话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张力捂着肚子 暗自得意 众人对张力恨得牙痒痒 却没有办法 就在这时 一道软软诺诺的女童的声音传来 就是她抢走我的红薯 把我甩在地上疯狂踹我 还掐住我的脖子 很疼很疼 夏末用白嫩的手指指着张力 控诉她的暴行 为表示自己话的可信度 她将衣袖往上撸 见张力隐隐约约 露出你拿我怎样的表情 夏末非常气愤 哼 谁说拿不出证据 她就是证据 老夏家全都惊呆了 难以置信地 看着杨静怡怀里的小人 这是 说话了 而且 她的眼神也不再呆滞了 难道她不傻了 夏末晶莹剔透的大眼睛 流着痘大的泪珠 手臂上大片紫红的痕迹 惹着周围人非常心疼 夏红霞直接被她的小乃音俘获 转头凶狠地看向张力 这会儿你 还有啥话要说 证据确凿 你就是个杀人犯 第八章 夏永安的愤怒 不可能 不可能 傻子怎么能说话呢 我把她做得那么狠 她都一声不吭 张力放声咆哮道 摇着头 不断那那自语 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控诉她的小人 四年都没说过话 怎么可能突然可以开口说话 都是幻觉 全都是幻觉 夏德然激动坏了 夏末终于不傻了 老天有眼啊 偷偷被过身地抹了把眼泪 老三家终于苦尽甘来了 这些年来 因为夏末变傻了 老三媳妇经受不住打击 变疯了 这病情时好时坏 这个家被弄得鸡飞狗跳 听到她软乎乎地说疼 夏德然心口上插进一把刀 沉着脸凌厉地扫向张力 这会你 还有啥话说 本来我还以为你就只是贪 经常往娘家捣腾东西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想到你居然能干出 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来 张翠芝到现在还是恍恍惚惚 虽然她重男轻女 不喜欢女孩 一直希望老三能生一个男孩 不要守着一个傻了的女娲 可是老三压根不听 居然还跟她说 她就要这一个孩子 不会再生 现在夏末不傻了 老三家终于可以考虑再生一个了 她担心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 打心底的高兴 夏末悄悄地用小手 轻轻地拍着杨静怡的背 默默地安慰着她 抽空瞥了一眼张力 眼里散发着不符合她年龄的灵力 还没有人敢羞辱她 张力是第一个 如果放在末世 她早都一枪崩了张力 不 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了 应该将张力扔进丧尸堆里 证据确凿 人正无证据在 张力想狡辩都狡辩不了 面对全家谴责 憎恨的目光 张力索性思破裂 反正都快饿死了 还要脸干什么 脸面又不能当饭吃 想到这 张力仰起被揍成猪头的脸 欠揍地说道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一个傻子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三房一个傻子 一个疯子 都是来白吃粮食的 夏末这个傻子 竟然吃得白白胖胖 可怜我的儿子 都瘦成皮包骨了 把夏末掐死 我儿子起码可以多分半个红薯 他也能吃个半饱了 我没错 我又有什么错 张力猖狂的姿态 激怒了在场的所有人 将杀人说得这么理所应当 丝毫没有半点愧疚 夏永安冷笑一声 呵 白吃粮食 到底是谁在白吃粮食 环顾一圈 姿态盎然 我每次进城一呆 就是几天 做小工 带写书信 挣来的钱 足够我们三房吃饱 知道 没有分价 所以我就将钱 给咱们娘保管 最后买的东西 也都进了大家的肚子 挣的公分 也都是满公分 静怡就算不上工 我挣的公分 也够我们三房吃喝的 可你们二房呢 就我二哥一个人公分 挣的还不够自己吃的 这两年灾害严重 根本没有分到什么粮食 张力你偷奸耍滑 家里的活都是大腻 二你帮你做 真正吃白食的人是你 张力 你们二房 我辛苦赚钱 换粮食 在你们眼里 却成了吃白食的人 我们三房吃亏先不说 每次饭点是娘来分饭 是最公平公正的 默默没有搞特殊 就只分了手掌大小的红薯 之所以还白胖 是因为静怡将自己的红薯 窝窝头全都给默默吃了 我们家默默白胖 是我和静怡精心养的 你家英才拿什么笔 为什么瘦 跟我们三房又有什么关系 他瘦你不会将自己的吃食给他 自己贪吃 舍不得将属于自己的那份 分给自己的儿子 怪你自己 夏永安将积压在自己心里的事 全盘拖出前所未有的爽快 他早已看不惯 张力经常对静怡和默默 乐语相向的作风 酷锋处的手紧握成拳 捏得咯吱咯吱响 宣泄着他的愤怒 夏德然和张翠之没想到 向来没心没肺的老三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张开嘴半天 没冒出半句话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事情却如老三所说 家里之所以还能吃上饭 多亏了老大和老三在 真正吃白食的 确实是二房 他不但吃白食 还老鼠搬家 补贴娘家 哎 一直讲家何万事兴 可那都是明面上的和谐 明面上都不太和谐 经常挠挠不休 私下里打架都说不一定 兄弟都快生成间歇 还是分家吧 分家就安生歇 老大夏永福 也深深的叹了口气 张力缩了缩脖子 知道夏永安说的是真的 却不以为然 嘴硬道 爹娘偏心的紧 家里还有两麻袋红薯 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数字 私下里肯定没少补贴 你们三房 张翠之脸一黑 板着脸看着张力 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古板 重男轻女 但不会蹉脱而媳妇 做事公平公正 分食物都是按人头分 根本没有在私底下 补贴给任何人过 我才不相信 张力脸扭过一边 冷哼一声 反正公婆就是向着三房 张翠之铁青着脸 冷哼一声 扭头不再理会张力 她就是被猪油蒙了心 说啥都是白打 老二虽然拎不清 很笨 但也知道 三弟这次真的被伤到了 娘也被气到了 看了一眼伤痕累累的夏末 她欲言又止的看向张力 鼓足勇气说道 媳妇 你真的千不该万不该 把默默打成这样 你是她亲婶子 怎么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 还有就是 咱娘一直以来都公平公正 每次做饭 你不都是掩在眼里 每次都是固定的粮食 怎么可能多分给三房 虽然自己媳妇现在的模样 确实有点可怜 脾青脸肿的 但也确实不值得同情 每次又不是不给她吃的 为啥要巧默默的吃的 竟然还欺负才四岁的小娃娃 差一万分的夏宏霞 愣愣的看了一眼 一向笨头笨脑的二哥 忍不住向她投去赞赏的目光 不错呀 二哥 这次难得你拎得清 夏勇兽 你居然向着他们 不向着我 咱们才是一家 我可是给你伤了个儿子 张力接近崩溃了 他整天费心费力的 为二房挣好处 为了谁 还不是想让他们的小家 一点都不体谅她的良苦用心 永兽说的对 这件事的事态很严重 你竟然想掐死默默 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毫不悔改 信不信我把你送去派出所 夏德然板着个脸 冷眼凝视着她 三个媳妇中 就数她最能闹腾 她早都看她不顺眼了 派出所 爹 你要把我送去派出所 张力始料不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整个人游掉进冰水里 手脚冰凉 他公爹要把她送去派出所 夏德然冷哼一声 如果不是老三媳妇及时赶到 这时默默 估计已经命丧你一手 难道不应该将你送去公安局吗 杀人这么重的罪 被送去派出所 她死路一条 肯定会被游街示众 然后被枪毙 张力被吓得再次跌坐在地上 神情恍惚 不负刚才的蛮横 不要 千万不能把她送去派出所 她不想死 她还年轻 张力连滚带爬 来到夏德然的面前 扯着她的裤腿 痛哭流涕 爹 千万不要将我送去公安局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了 杨起脸 蜥蜴看着夏德然 在场的人都对张力的话嗤之以鼻 说的人不相信 听的人更不相信 无论张力怎样求饶 夏德然都不为所动 猛的收腿往外甩 默默的往后退 你觉得你说的话可信吗 从张力嘴里吐出来的话 十句有九句是谎话 她是不会相信的 今天她能为了半个红薯 想掐死夏末 明天就有可能再为了半个红薯 掐死家里的小孩 第九章 影响成分 张力觉得自己都这么卑躬屈膝 求公爹了 她还是铁石心肠 根本没有想饶过她的意思 怨气横生的说道 夏末不是站那好好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活蹦乱跳的 还多亏了我 不然她还是个傻子 话都不能说 听到她这话 夏德然的脸更黑了 真是死不悔改 狠狠的弯了一眼张力 扭头看向 老大夏永福 永福 你去把她绑了 送去大队长那 爹 不要 我不要去 张力不断的往后退 离夏永福远远的 生怕她过来绑自己 夏永瘦站不住了 虽然张力做的确实不对 但也不至于 把她送去派出所 这要是被送进去了 英才和三个逆子怎么办 她粗之大业的 也不会照顾小孩 忍不住劝道 爹 她已经知道错了 以后我监督 她肯定会改的 扭头看向张力 问道 对不对 张力连忙点头 附和道 我肯定会改的 爹 你要相信我 夏永瘦接着道 张力要是被关起来了 英才怎么办 她还那么小 不能没有妈妈 才五岁的娃娃正是年人的时候 找不到娘 肯定哭得稀里哗啦的 为了儿子 夏永瘦豁出去了 见老爹在思考 就连忙看向一只黑着脸的老三 三爹 你就看在二哥的面 饶了你二嫂一次吧 我保证 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犯了 说着 就要扑通跪在夏长安的面前 夏永瘦迅速地拖着夏永瘦胳膊肘 将他扶起来 不让他跪下 看着夏永瘦的目光冰冷 二哥 你这是在逼我啊 反问道 如果今天是静怡要掐死阴才 你会原谅静怡吗 对上下永瘦的黑眸 夏永瘦瞳孔猛的一缩 喉咙一更 不会 平心而论 如果今天换成是阴才 估计他会跟老三一样愤怒 甚至比他更狠 锤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抓住夏永瘦手 缓缓地下锤 就在这时 家里的孩子们都回来了 见人都在三房 就都跑了过来 夏伟杰和夏浩心思敏锐 刚进屋就察觉到不对劲 安安静静地 走到张燕芳身边 期间一声不吭 老大媳妇张燕芳 原本对被做成猪头一样的 张力挺同情的 可知道 他竟然为了多分半块红薯 竟然要掐死夏末 吓得往后退 心惊胆战个不停 张力竟然能做出 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是不是意味着 他还有可能 再为了多分半块红薯 掐死别的孩子 想到夏伟杰和夏浩 张燕芳就一阵后怕 见两个孩子回来了 急忙将他们拦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张力 夏大妮 夏二妮和夏三妮 进门就看到 自己亲娘跪在地上 被吓得愣愣地 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张力看到挤进来的夏英 才瞬间欣喜若狂 输了一口气 有英才在 或许她就不用 被送去派出所了 快速窜到夏英才的面前 兴奋地将她搂在怀里 鬼哭狼嚎 娘的乖儿子 你不能没有娘啊 没了娘 你可咋办啊 下英才快喘不过气来了 夏红霞一把扯开张力 将她解救出来 气急败坏地吼道 二嫂 你这是掐死磨 磨不成功 想勒死亲生儿子赔罪吗 张力听到夏红霞的话 才缓过神来 急忙松开手 见夏英才没事 才松了口气 对不起 英才 娘刚才太紧张了 娘太舍不得你了 不想跟你分开 娘走了 就没人对你好了 夏英才名不如其名 两岁才会走 三岁才会说话 被张力宠得无法无天 可以说是二房的老大 三个姐姐都要听她的 如果不听 就要告状 等待她们的 就是张力的一番毒打 在夏英才的心目中 张力是世界上 对她最好的人 听见张力要离开 没有人对她好了 瞬间躺在地上 鬼哭狼嚎 我要娘 娘你不要走 看着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打着哭嗝的夏英才 夏永兽心里不是滋味 几步上前 想将夏英才 从地上抱起来 但她就像个泥丘一样滑 死活不起来 束手无措的夏永兽 看向夏永安 夏永安别过头 夏永兽有看向夏德然 眼神不言而喻 然而夏永兽根本不理睬她 眼皮一抬 勇 傻愣着干啥 还不快将她给我绑了 张力听闻 抱着夏英才的手紧了紧 老大夏永福向来聪明 想的也比较多 她并没有动手 而是走到夏德然的面前 乔生说道 切不可将张力送去派出所 会影响我们成分的 第十章 分家了 成分 夏德然这才认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刚才怒火攻心 忘记思考把张力 送去派出所的后果了 她并不是担心张力 担心的是夏家 张力入狱 意味着他们家有了个杀人犯 成分会受到影响 以后家里的孩子 当兵或者大学都有影响 簇着眉 沉思片刻之后 视线落在夏永安身上 老三你觉得怎么办 以老三的聪明才智 肯定早就考虑到 送张力到派出所 会对成分有影响 不然刚才她也不会揍张力 揍得这么凶狠 老大肯定也知道 老大和老三 都不是省油的灯 早就知道 为了家里孩子的未来 是不会送张力去派出所 故意不说 就是想看张力的惨样 可以不将她送去派出所 不过我希望 今天我们就分家 跟二房划分界限 夏永安掠过张力 见他偷偷窃喜 吃笑一声 真是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 分家这件事 他早就想过 为的就是摆脱二房 这群吸血鬼 他也跟大哥商量过 碍于爹娘希望家和万事兴 一直没有开口 只要分家了 他就可以豁出去办 让媳妇孩子吃饱饭了 把老二媳妇赶回娘家不就行了 为啥还要分家 张翠之不希望分家 现在是灾年 就应该一家老小 待在一起才好度过 不然分成几家 这日子可就难过了 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二房 人口多 公分少 老二媳妇又是个爱 往娘家捣腾东西的 现在有他看着还好 这要是分了家 那还得了 张力估计会将家里的东西 全往娘家搬 家里这么多嘴 还不得饿死 老大和老三能干 他希望能帮衬二房一点 当娘的也不是偏心 就是不希望兄弟几个差距变大 兄弟互助是应当的 夏德然不赞同地 看了一眼张翠枝 孩子们早都想分家了 那就分吧 就算不分家 心也早都散了 可是还想说什么 你是想说兄弟互助是吧 前两年永福托关系 帮永兽找了个 木工学徒的手艺 可他说什么 太累 没前景 还是种地好 永安进城找小公的时候 让他跟着去 好说胆说是去了 可还没搬两袋子货 人就跑了 弄得永安又是赔礼道歉 又是丢工作的 这都怪谁 永兽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你别在这祸害你儿子了 说完 夏德然看向夏永安 态度坚定 分 今天我们就分家 屋里的人都喜上眉梢 张翠枝看在眼里 心里不停地在反省 难道他至始至终都做错了 夏默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变化 终于如愿以偿的分家 开心地想要飞起来 默默地给爷爷比个赞 爹爹也很棒 本以为分家千难万险 没想到这么容易 分家好啊 他可以从空间拿出食物给爹娘吃 才不要便宜二房呢 夏默兴奋地扭动着身体 杨静怡嘴角含笑温柔地看着他 既然要分家就要分得彻底 夏德然指挥者三个儿子 让他们将家里的粮食 钱财等贵重物品都拿出来 甚至碗筷也都拿了出来 夏家的生活条件 也算上是红旗大队的中上城 要分的东西非常多 张力非常高兴 顾不上抹药 一瘸一拐地监工 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在他火眼睛睛下 藏不了丁点东西 自始至终 张力嘴角都是含笑 视线都没离开过 换来是一家人 嗤之以鼻的冷哼声 全家除二房的人之外的人 都对张力置之不理 冷眼相待 夏洪霞的视线视线 一直看着夏末 见他换好衣服 抹好药后出来 连忙迎了过去 期待地看着夏末 默默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姑姑 夏末不假思索地说道 第十一章分加一 本来寻常的一声姑姑 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没什么感觉 但从夏末嘴里说出来 却给夏洪霞不一样的感觉 软软糯糯的声音 直击他心房 安抚了他急躁的脾气 整个人从里到外的高兴 夏洪霞伸手轻轻一揽 夏末就被揽进了他的怀里 脸上的笑容 掩饰不住地看着夏末 手指轻轻戳着夏末的脸蛋 默默真聪明 居然还认识姑姑 说完 俯身亲了夏末一口 发出响亮的声音 夏末猝不及防地被亲 白嫩的小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红韵 夏洪霞快被蒙晕了 还想再亲两口 亲了个空 三哥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到他的面前 一把将夏末拉了出去 不满地说道 哥 你干嘛 夏永安擦了擦夏末脸 夹上水润的痕迹 扭头瞪了一眼夏洪霞 脏死了 女孩子的脸不能随便亲 我又不是别人 我是他亲姑姑 咋就不能亲了 亲姑姑也不行 夏永安看夏洪霞的眼神 就像看流氓一样 这时候 刚放好药箱 扭头发现夏末不见了的杨静怡 慌乱地跑出来 见夏末在院子里 悬着的心裁落下 小跑过去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 夏末感受到杨静怡剧烈的不安 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安抚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娘 默默以后再也不会走了 你别担心了 嗯嗯 杨静怡重重地点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她 右手不断抚摸着她的头发 四年了 她等这一天四年了 当初都怪她好心提醒张力有毒蛇 不然她也不会被蛇咬 她的默默也不会变成那样四年 心里无限的的悔恨 其实她根本就没有疯 一切都是她装的 只有这样她才能明目张胆 不用理由 不用解释地打张力 夏永安养了养头 克制着眼里的泪水 俯身揽着杨静怡的肩膀 媳妇都收拾好了 该分家了 该分家了 杨静怡看了她一眼 起身抱起夏末 找了个板凳坐下 夏洪侠紧随其后 不顾夏永安警告的眼神 紧挨着杨静怡坐 跟夏末有一搭 没一搭地尬聊着 家里所有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 全都搬了出来 就堆放在院子里 桌子凳子也摆放在院子里 就连碗筷也是 夏德燃和张翠之坐在主位上 背靠堂屋大门 他们的左侧 依次坐着大房和二房一家 右侧坐着三方和夏洪侠 夏末看着对面神采飞扬的张力 愤愤地握紧拳头 悄悄地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 趁着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在主位上 对着张力一旦 只听喷的一声 原本笑容满面的张力 瞬间跌倒在地 牙科在地上的碎石上 就染得满嘴都是 地上也有不少 可想而知摔得有多惨 就算他模样惨不忍睹 也没有人扶他起来 家里就连小黄也讨厌张力 夏德燃和张翠之冷哼一声 夏永福和张艳芳不予理会 夏永安和杨静怡 就明晃晃地看着张力出丑 夏洪侠直接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 夏伟杰和夏浩 对张力本来就没好感 见他变成这富贵样子 都捂着嘴偷笑 夏英才 夏得直接埋进夏永兽的怀里 身体打仗 大妮 二妮和三妮则害怕犹豫 要不要上前扶他起来 张力本来被杨静怡和夏永安 打得浑身是伤 五脏六腑都在痛 现在腿上不知道被什么砸了 嘴也破了 门牙也掉了两颗 疼得他都快被过去了 嘴里全是鲜血 铁锈的味道让他想吐 猛地将嘴里的鲜血和吐沫吐了出来 张力扭头看向大妮他们三个 争鸣着脸 咆哮道 愣着干啥 死妮子还不快把我扶起来 三妮胆子小没敢动 大妮和二妮急忙上前 费了老大的劲 才将张力从地上拽起来 刚起来 张力就骂骂咧咧地瞪了几眼他们 一点用都没有 白将你们养这么大了 三个姑娘浑身一抖 站得笔直 任由他骂 显然已经细以为常了 夏莫看在眼里 更加地逼张力 闹够了没有 张翠之力声呵斥道 张力缩了缩脖子 紧紧地抿着嘴 耸拉着脑袋锁回原位 每走一步 疼得他呲牙咧嘴 嘴里的唾沫 和血往肚里吞 分家的关键时刻 他可不能惹婆婆生气 张翠之见张力安分许多 扭过头看向夏德然 还是你来吧 夏德然摇头 烟瘾饭了 拿起霉妆烟丝的汗烟 在嘴边吸了两口 家里的事 一直是你在管 还是你来吧 瞥了一眼张力后 看向乖乖坐在杨静怡怀里的夏莫 冰冷的脸才舒缓一点 南南道 别的是你做主 不过那个金镯子 站不住了 蹭的站起来 冲着夏德然说 爹 分家讲究的是公平公正 那个金镯子 可不能直接给夏莫 你这是偏心啊 从永兽那里得知 公婆那里还有个金镯子 多重不知道 但他知道 肯定只老鼻子钱 他老早就惦记上了 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从眼前飘过 却没有他的份 那怎么行 扭头看向张燕芳 来找同盟 大嫂 你觉得呢 能分一点算一点 反正不能让三房占便宜 第十二章分加二 我觉得 咱爹说的对 张燕芳对金镯子并不感兴趣 镯子是公婆的 他们有权做决定 东西爱给谁给谁 他们这群做子女的 无权干涉 也不能干涉 再说 他家两个男娃 要镯子也没啥用 张力怀疑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燕芳 平分的话 金镯子还有你们大房一份呢 我知道 怎么了 张燕芳反问 张力 一时之间如梗在喉 嘴巴张了半天 想了想到嘴的话 又咽了回来 这张燕芳肯定有病 放着便宜不占 夏德然挟视了一眼张力 将沉重的汗烟扔子桌子上 发出巨响 冷言道 镯子是我的 想给谁 难道我不能做主吗 沉重的低气压快散开 让周围的人 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能 当然呢 看到公爹生气 张力描耸 怯生生地看着他 别看公爹现在瘸着腿 很好说话 平时也很少管事 可他要是生气起来 害死人呢 公爹以前是宋家的侍卫 经常跟着主家 一起走南闯北 是个恋家子 手上沾过血的 他可不敢出他眉头 张翠之轻渴己生 回归正题 扬声道 饥荒已经持续快有一年 从大堆里分的粮食 屈指可数 非常少 我们一大家子 十好几口人 都要张嘴吃饭 消耗的自然也非常快 家里的粮食 都摆在你们面前 只了只堆放的红薯 土豆 还有一些玉米面之类的粮食 你们别看一小堆挺多的 其实他也只够我们一家人 吃上三四个月的 这还是在锦衣缩食的情况下 你们看现在的天气 持续多久 粮食短缺 今天分家后 我希望你们省着点吃 这粮食吃完就没有了 地里的春茶红薯 还要三个多月才能挖 就算能挖 估计收成也很少 现在的情况就是 有钱也难买到粮食 张翠之看向夏永福 老大 城里现在还有粮卖吗 夏永福摇头 供销社根本就没粮 城里的人就算有粮票和钱 也很难能买到粮食 就连黑市的天价粮 也很难能买到 相比价而言 我们住在乡下的还好一点 住在乡下 最起码不用掏钱买粮 家里会有些存粮 现在城里的人 生活得真是水深火热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 这也是他带着一家 老小回乡下的原因 张翠之点头 听见没 现在粮食就跟人命一样重要 今天我们分家 粮食分的也没有多少 分完之后 我希望你们自己 能省着点吃 三个儿子分分复合 知道了 娘 勒紧裤腰带活着 总比活生生的饿死强 据听说 昨天隔壁大队 还饿死了两个人 相比较别的大队 因为宋老太爷事先就察觉到洪水的异样 农耕的地没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而是直接种植生存能力比较强 能填饱肚子的红薯和土豆 也是因为宋老太爷睿智的决定 他们红旗大队 至今没有饿死一个人 别的大队 别提多么羡慕他们大队了 夏末打量着一家人的精神面貌 却都是唯米不振 饿得皮肤辣黄 身体干瘦干瘦 走路都有点虚浮 夏德然和张翠之 虽然干瘦 但眼神却很精明 当看到二房家得大妮 二妮和三妮的时候 他还是吓了一大跳 太瘦了 说是皮包骨也不为过 脑袋说大 身子却很小 肚子不正常地鼓起来 看上去走路都很艰难 夏大妮明明已经11岁了 看上去却像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身上满是补丁的衣服 松松垮垮的 夏二妮七岁 身高却比五岁的夏英才 稍微矮一点 夏三妮今年也是五岁 就是女版的夏英才 看上去比两个姐姐好太多了 最起码脸上有点肉 明明小时候 女生的身高通常比男生高 但在他们身上却完全不一样 张翠芝接着道 红霞还没有出嫁 她就跟我们老两口在一起 把家里所有的东西 平成分成四份 一加一份 话音未落 张力就慌忙地打断 露出讨好的笑容 看向张翠芝 视线不自觉地扫了一眼 旁边的夏德燃 旁边的夏永兽 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将她拽回座位 不让她多嘴 然而张力却不理她 静止地开口 娘 我无话可说 可你这样分吃亏 确实我们二房 我们二房一共六个人 人数多 分得粮却一样 这要饿死我们二房 表达完不满 张力再接再厉地说道 不如我们按人头分 这样公平公正 我们也没有怨言不适 三房三口人 却想跟他们分 同样多的粮食 想得到挺美 她是不会让三房如愿的 婆婆就是偏心 就想着给三房捞好处 正说着话 却被张力打断 张翠芝脸拉了下来 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 冷哼一声 就按我说的分 凭什么按人扣分 凭你脸皮厚 还是脸大 不容拒绝地凝视了张力一眼 抢在张力开口前说道 按人头分 想得到挺美 你们二房六个人 几个妮子能吃多少 基本上都进了你的肚子吧 二房公分垫底不说 钱也没有挣过 如果按人头分 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本来按房分 已经是你占便宜了 如果你再闹 我不介意按公分分 家里寄公分的本子 我可是一直留着 账本也在 开支明细都清楚地记录着 张力在他眼里 就像个老鼠屎 搅和了他们一大家子 刚才没有将他送去派出所 张力没有感恩戴德 就算了 还不停地蹦打 找存在感 张力喉咙一噎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婆婆说的 确实是对的 思前想后 他没有再闹腾 因为他害怕 婆婆会真的按公分来分 那到时候 他们二房就死路一条了 安安静静地不再说话 第十三章分家三 小插曲过去 分家继续进行 每家差不多分到了 一袋子半的红薯 和小半袋的土豆 还有四小碗小米 红枣也分到了八两多 红糖只有半斤 盘菜做的烟菜丝 也分到一坛子 晒干的萝卜干 也分到三斤二两 晒干的辣菜 也分到一斤多 吃时分完 张翠之将钱匣子打开 账本子也拿了出来 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不少 收入却很低 基本上都是永福和永安做工 赚来拿一半充工的 前年的时候 解余451块3毛 粮票十斤 布票有三尺 肉票一斤半 年初买了一次粮 虽然没用到粮票 但花了130块 3月1号 英才生病 拿药9块3 永兽弄坏别人家的农具 陪人家十块钱 现在结余302 说完 张翠之将账本展开 让他们看清楚 三兄弟都没看 十分相信他们娘的为人 但张力却不幸 猥琐的伸长脖子死盯着 眼睛睁得老大 却一个字都没看懂 因为张力没上过学 根本不识字 张翠之厌烦地扫了他一眼 接着说道 老大和老三分76块钱 老二分75块钱 粮票一加两斤 剩余两斤 归我跟你们爹 至于不票 老三 有时间进程扯些不回来 给默默做几身衣服 这也当对夏莫的补偿了 谢谢娘 得到不票 夏永安自然十分开心 有便宜 不占是傻子 小女孩喜欢鲜艳的颜色 也不知道去城里 能不能抢到红色的布 现在的她 已经开始幻想 默默穿上红色裙子的画面了 凭什么 凭什么将不票 全给夏莫这个傻子 她佳音才都还没衣服穿呢 刚想开口 就迎来夏德然凌厉的眼神 张力缩了缩脖子 乖乖的闭嘴 不能说话 她就恶狠狠的瞪着夏莫 贱皮子 咋就没把你掐死 夏莫眼睛直勾勾的与张力对视 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 想杀她 可惜你没有机会了呢 珍惜你最安稳的一天吧 她可是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的人 张力怀疑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 她竟然看见夏莫对她笑 摇了摇头 再次望过去的时候 只见夏莫在跟夏红霞玩绳子 根本没有看她 可能是她看错了吧 这傻子 怎么可能有那种眼神 东西分完了 张翠之叹了口气 碗筷也分了吧 按人头分 家里就一个厨房 你们错开用 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可以自己盖个房子 张翠之视线扫过众人 虽然我们分家了 但我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 好了 不说了 快收拾收拾吧 缓缓地站起身 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的朝屋里走去 夏德然也站起身 拿起汗烟 一只手背在身后 就要转身的时候 却被夏永安叫住 爹 你和娘就跟着我们三房吧 夏永夫夫妇 也猛地站起身 凑上前 爹 你跟娘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吧 夏永寿见大哥和老三都这样说 也跟着站起来 重复他们的话 身旁的张力听到他这话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他才不要养 两个不能干活的废物呢 虽然现在有点凉 但也坚持不了多久 以公婆的现在的情况 根本挣不了公分 他家就两个上宫的 要养活上十口人 那还要不要活了 这烫手的山芋 他们二房可不能接 暗暗地将手伸到他的腰部 狠狠地一扭 夏永寿疼得呲牙咧嘴 眉毛紧皱着 大麻 张力压低声音 捏着嗓子 嫌弃地看了一眼他 你傻呀 如果爹娘都来咱家 将近十口人 就咱们们两个正公分的 你能养得活吗 我 难道你想要阴才饿死 夏永寿彻底沉默 媳妇说得在里 爹娘跟着大哥和三弟 都比跟着他强 耸拉着头 不敢直视夏德然 看见他们俩的互动 夏德然冷沉着一张脸 冷笑一声 我夏德然 就算到死 也不会去你们二房 这点你放心 看了看夏永安和夏永福 知道这两个儿子是真心的 心里总算好受些 老二这个不成器的 根本没有主见 以后肯定会栽根头 就在这时 夏末凑上前 直接抱住了夏德然的大腿 仰着头 软软地说道 我好喜欢叶叶 你跟我们在一起吧 以后我会给你好多好吃的 手上的触感 让他忍不住皱眉 太瘦了 他都摸到骨头了 猝不及防的话 让板着脸的夏德然绷不住了 手里的汗烟袋 被他随意扔在一边 蹲下身 一把将他扒在怀里 夏德然犹如老树皮一样的手本 想摸摸夏末的脸 却在中途停下 改为摸摸他的脑袋 声音不自觉的变得轻柔 默默 爷爷也喜欢你啊 夏永安见夏德然软化 开始成圣追击 爹 你和娘就跟着我们吧 这样你 天天都可以见到默默 不跟你们三房 我也可以天天见 都是一个院子里的 还能跑掉 夏德然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 接着说道 我跟你娘将现在身体硬朗着呢 在红霞没找好婆家之前 我们先自己住 等我们干不动了 你想摆脱 我们就来不及了 怎么会 夏永安笑了笑 夏末待在夏德然身边 陪了他一会 突然觉得身体有些发热 亦能像是饱和了一样 头上痒痒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顾不及多想 夏末向屋里飞奔而去 第十四章头顶 一朵小红花 夏末刚进屋 就觉得头顶冒出来一个东西 隐隐约约变大的趋势 伸手在头顶上摸了摸 我真摸到了 有杆子 触感像是植物 头上平白无故多出个东西 吓得他一机灵 拿着镜子的手 不由得颤抖 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但当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 还是被吓得不轻 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圆圆的脑袋正中央 长着一朵花 没有叶子 只有金感 没红色花朵 花瓣有七八瓣 对着镜子 夏末小心翼翼的 用食指点了点小红花 只见他左右摇摆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满脑子疑惑 这花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是他的异能得到了升级 可以肯定的 是一定跟异能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他刚才察觉到异能的涌动 正陷入思考中 镜子里多出个人也不知道 被来在院子里 视线一直落在夏末身上的杨静怡 看见夏末突然飞奔进屋 以为出了什么事 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 追了过去 不想 入目的是这神奇的一幕 梦幻式的小红花 随着默默晃动脑袋 而来回摆动 像是生了根发芽一般 牢固无比的长在她的头上 杨静怡难以置信的 看着眼前的场景 怀疑自己在做梦 摇了摇头 小红花依然在 这才相信不是在做梦 看见夏末站在那一动不动 以为她被吓到了 强压下心里的震撼 咬紧牙关 深吸一口气 拱着腰 小心翼翼的靠近夏末 柔声细语的说道 默默乖 不怕 你看小红花多漂亮啊 很可爱的 身后传来杨静怡的声音 夏末身体一瞬间 变得僵硬不知所措 完了 忘记关门了 镜子掉落在地 夏末两只小胖 手下意识的捂住 头上的小红花 怯生生的不敢转身 心里焦急的万分 怎么办 娘肯定都看见了 她 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妖怪 会不会 沮丧的情绪 充斥夏末的意识 选择性的屏蔽 没有听见刚才杨静怡的话 原本开心的心情 瞬间跌入谷底 杨静怡来到夏末的身边 并没有直接去触碰她 而是丹西着地 很有耐心歪头看着她 默默乖 不怕 咱不怕 我们默默是花仙子呢 花仙子头上有花 是很正常的 声音平缓且温柔 让夏末愣住了 没有被吓到 娘亲的第一反应 是来安慰她 一时之间 夏末不知道怎么面对杨静怡 怎么解释 头上小花的来历 难道坦白地说 我是默示穿越过来的 有目细意能 那肯定不行 这样说出去 肯定会吓到她的 思来想去 克服心里的难关 双手缓缓地放下 头顶鲜艳的红花 异常现眼 给人致命的冲击力 慢慢地转身 不敢只是杨静怡的眼睛 盯着自己的脚看 声音带着哭腔 你会怕我吗 声音小到 夏末都以为自己 没有说出口 但杨静怡却听见了 你是娘的心肝 娘怎么会怕呢 梁静怡缓缓将夏末抱在怀里 嘴角含笑 虽然有些惊讶 但只是一瞬间的 不对 默默不是小花仙 听到这话 夏末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然而下一句话 让她呆若木鸡 默默是人参仙对不对 四年前 也是默默把我就回来的 梁静怡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头上有朵小红花 还能让身中剧毒的她清醒 这非常符合人生的特征 以前听长辈们说过 一千年前 宋家寨也就是现在的红旗大队 山上曾经出现过一株千年人参 甚至有村民 见到过人参变成孩童的过程 本来以为只是传说 被杜传出来的 没想到会真实存在 默默应该就是人参仙 不过转世为人 变成了她的女儿 从跟默默相处的蛛丝马迹中 让她更加确信这一点 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 居然很乖 不闹人 甚至能听懂她说的话 这样一想 以前的疑问全都解开了 夏末 呃 没想到娘的脑洞挺大的 索性就顺着她的话往下说 也省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 重重的点头 杨静怡笑着摸了摸夏末的头 乖 试试能不能将小红花收回去 夏末试了一下 启用异能 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 果然 红花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这下下莫算是彻底弄明白了 当她异能紊乱的时候 小花就会出现 刚才她在太阳底下坐了半天 能量补充过剩 小红花就出现了 看来她以后要好好练习 不然要是在外人面前 她头上突然冒出朵花来 那后果不敢想象 见小红花消失 杨静怡这才松了口气 叮嘱道 以后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能将小红花露出来 不然他们会将你带走的 想了想 又补充道 你爹也不行 保险为鉴 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 不然 对她来说 不管夏末是不是人参金 都是她的女儿 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 伤害到夏末 夏末吞了吞口水 视线不着痕迹地 看了看门口的缝隙 如果别人知道怎么办 交给我处理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 杨静怡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让人后背发凉的话 一门之隔的夏永安 突然觉得后背发凉 摸了摸鼻子 小心翼翼地 将有点缝隙的门闭紧 面上不显 心里已经激起惊涛骇浪了 久久不能平静 思考片刻后 轻手轻脚地转身 却不想迎面碰到 抱着碗筷的杨家旭 咕 杨家旭的话好没说完 就被夏永安强制地捂住嘴 夏永安扭头看了一眼 见屋内没有反应 这才松了口气 他右手捂住杨家旭的嘴 左手的食指贴在唇间 嘘 示意杨家旭不要讲话 杨家旭瞪着大眼睛 点了点头 夏永安这才松开手 揽着他离开 走的时候 还往后看了一眼 第十五章 一个鸡蛋惹的祸 五月份的天已经渐渐变暖 穿着一件外套 也不会觉得冷 房屋前 夏沫拖着下巴 坐在小凳子上 眼睛盯着不远处的鸡棚 看似他是在看小鸡 其实他是在冥想 心里不停地嘀咕着 既然爹娘都认为 他是人身转世 那他就顺其自然吧 也省了解释 有些意外的是 他的木系翼 竟然可以通过晒太阳 来补充能量 以前在末世的时候 不是没有想过 这种补充能量的办法 但末世恶劣的环境 让他放弃这种方法 想通之后 夏沫拍了拍手 猛地站起身 看见不知何时 站在他面前的杨家旭 吓得一颤 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 自己何时 变得这么胆小了 以前的自己 可是相当敏锐 威风八面 基地里没有不怕他的 抬头开始认真 打量着杨家旭 比自己大两岁 却比自己高一点点 干干瘦瘦的 没有二两肉 估计还没他中 不过他的眼睛特别好看 明亮睿智 看上去就是个聪明人 很讨喜 是长辈喜欢的小孩 开饭了 哥哥带你去吃饭 两人对望 杨家旭率先打破 尴尬的氛围 杨家旭上前熟练地 牵起夏沫的小手 带着他去堂屋吃饭 嗯 夏沫点了点头 乖巧地任由他牵着 杨家旭他知道 是大舅舅的儿子 大舅出了意外 被杨静怡接回来养着 这四年来 杨静怡不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他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想到这 夏沫有些羞耻 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被一个六七岁的人照顾 小到喂饭 大到穿衣 别误会 只是穿外衣 羞耻的夏沫 坐在凳子上的时候 脸都有些通红 不自在地乱动 杨静怡发觉了他的不对劲 连忙走过来 手在他额头上贴了贴 温度正常 没有发烧啊 那脸怎么这么红 摇了摇头 转头回厨房去端碗筷 这顿饭过后 从明天开始 各家就开始分开做饭 许是最后一餐的缘故 张翠之格外舍得 将家里分配不公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了 一股脑的全做了 今天的晚饭异常丰盛 米汤浓稠了许多 能见到许多米粒 萝卜鹰子做成的辣菜 也带着点油光 显然是放了点油的 窝窝头的个头 也比往长大一点 最令人惊讶的 还有一个鸡蛋 众人看着圆滚滚的鸡蛋 默默地吞了吞口水 相比较孩子的流口水 大人相对而言 收敛许多 家里就一只老母鸡 它已经很久都没有下蛋了 家里的鸡蛋 已经没有了才对 怎么还有一个 扫了扫众人 今天过后 你们就要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都长大了 我也不想管你们 日子过得好不好 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瞧着他们迫不及待的样子 一片咕噜咕噜声 肚子争先恐吼地叫唤着 像是在比谁叫的声音大 叹了口气 不再多说 开饭吧 张翠之一声令下 就见夏英才的爪子 飞快地朝着鸡蛋抓去 张翠之皱眉 拿起桌子上的筷子 狠狠地敲打夏英才的手 啪 鸡蛋掉回盘子里 夏英才抱着手嗷嗷叫 疼 我要吃鸡蛋 快给我鸡蛋 夏英才嘟着嘴 晃着张力的手臂 指着鸡蛋 不停地嚷嚷 娘 我的鸡蛋 快给我 全然将鸡蛋 当成自己的所有物 耍着脾气闹 张力见儿子想要的紧 舔着脸说道 娘 英才要吃鸡蛋就给他吧 咱家就英才最小 话 是对张翠之说的 眼睛却始终盯着鸡蛋看 他的意图很明显 一点规矩都没有 张翠之不满地说道 没有预兆地放在夏末面前 一句话都没说 面无表情地开始分范 全程没有搭理张力 夏末低头看了一眼 面前的鸡蛋 又看向张翠之 见对方没有要理他的意 正由于要不要吃 却发现一道炙热的眼神 落在他的身上 夏末循着方向瞧去 只见张力凶神恶煞地盯着他 准确是盯着他面前的鸡蛋 警告意味十足 夏末不以为然 静止地拿起鸡蛋 粉嫩的手指开始包着鸡蛋 故意包得缓慢 来细血张力 白嫩嫩的蛋白 顿时展露出来 甲医药塞进嘴里 夏英才急忙地 想要把鸡蛋夺过来 身子往前扑 如果不是夏永兽 其实抱住他整个人 就栽到了饭桌上 哭喊着 我要鸡蛋 我要鸡蛋 鼻子眼泪糊得满脸都是 夏末嫌弃的小脸拧巴着 太恶心了 他清楚地看到 鼻涕流进了他的嘴里 这小孩也太脏了 顿时觉得 手里的鸡蛋不香了 沉默许久地夏德然喝吃道 嘴里嘟囔着 鸡蛋是我的 傻子不能吃 快还给我 夏永安割下筷子 沉着脸站起来 一言不发地拎着夏英才的衣领 把他拖到门口 俯身看着他 再闹给我滚 看着夏英才黑不溜秋的手 夏永安眉头紧紧地皱着 这张手刚才还想碰下墨 他真想把这个狗爪子给剁了 看着儿子被粗鲁地拽到门口 张力沉不住气了 暴躁地指着夏永安的鼻子骂道 有你这样做叔叔的吗 转头看向张翠之和夏德然开始告状 娘 你看老三 他竟然这样对待英才 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 英才多大他多大 本以为会听到公婆训斥夏永安 却没想到夏德然这样说 不想吃就滚 别再眨眼 最后一顿饭都吃不安生 谁是谁非 夏德然还是分得清的 刚才夏英才明显是想扑过去抢鸡蛋 老三是怕夏莫受伤 才连忙阻止 英才真的被张力交坏了 像是跟他一个模子出来的 贪得无厌 一点规矩都不懂 张翠之也不耐烦地说道 要吃饭就赶快给我过来吃饭 不吃饭回各自屋去 一点都不能安生 果然还是听老头子的分了家比较好 第十六章始终不为己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像张力这样 已经饿了前胸贴后背的人 见到食物眼睛放光的人 恨不得立即扑上去 怎么可能不吃饭 张力虽然气恼公婆的偏心态度 但没道理跟粮食过不去 不吃饭吃亏的是他 不能白白让大房和三房占了便宜 低头又哄下阴才 阴才 快起来 吃完饭 娘给你一块冰糖 真的 夏阴才不相信 娘能骗你吗 吃过饭就给你拿 说服了夏阴才 张力快速地坐下 生怕晚一点 饭就没了 夏末看着张翠之开始分饭 大人一个人一个半窝窝头 夏伟杰已经十三岁了 半个大人 他分到了一个 其余小孩子都只分到了半个窝窝头 小孩子一人半碗米粥 大人分到了满满一碗 虽然量看着挺多 其实里面没有几粒米 清汤寡水的 就算这样的米粥 已经比往常好太多了 夏末看着米粥 又看了看兴奋的家人 一时之间有些难受 这样的饭 已经算是很丰盛的了 可想而知 他们以前吃的是什么饭 每人都领到了粥 就夏末没有领到 当夏末望过去的时候 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碗浓稠的米粥 一瞬间 所有人都盯下那碗粥 夏末呆滞的脸 看一下张翠之 奶奶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为什么给他又是鸡蛋 又是浓稠米粥的 见饭桌上全是满脸问号 张翠之面无表情的说道 今天夏末差点死了 这就算给他的一点补偿 话虽然说的有点难听 但心意是好的 张力大门牙掉了两颗 粥虽然像清水一样不塞牙 但是吃窝窝头的时候 里面的野菜会粘到牙齿上 他都是用左右两边的后槽牙咀嚼 吃得相当费力 看着夏末 左手拿鸡蛋 右手浓稠的米粥 张力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怨念的看了张翠之一眼 老太婆偏心偏到没边际了 看了一眼木桶里 还剩着的一点米粥 端起碗 就把粥咕噜咕噜的往下灌 灌完之后 抹把嘴 将碗放在桌子上 张开嘴 将漏缝的牙床露出来 娘 你看我身上都是伤 还掉了两颗 浑身疼啊 比夏末惨多了 是不是也要补偿我一点 那个粥都给我喝吧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那木桶 透露着渴望 似乎在说快给我 快给我 张翠之冷哼一声 眼皮一抬 嘲讽到 自作孽不可活 还想喝粥 想得倒霉 用勺子将木桶里的米粥刮干净 一粒米都没有放过 在张力的渴望的目光下 咕噜咕噜喝完 张力杂巴着嘴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心里不停地暗骂 死老太婆给我等着 以后有你好受的 发泄地啃着窝窝头 太过用力 板板正正地咬到里面 有块细小的石块 原本有些活动的一颗牙齿 瞬间崩掉 鲜血哗啦啦地流 疼得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舍不得吐掉嘴里的窝窝头 他直接带着血 一起吞进肚子里 没有人关心他现在的状况 他们都低着头吃着饭 杨静怡端着碗 拿着勺子 正想喂夏末 却被拦了下来 娘 我可以自己喝 已经四岁了 还让大人喂 多少有点难为情 夏末自己拿着勺子 稳稳当当 没有洒出去一滴 末末真的长大了 都会自己吃饭了 真怪 杨静怡欣欣慰地笑了笑 盼着这一天 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就到他 都快失去了希望 仰着头 吸了吸鼻子 将眼里的泪花憋回去 夏永安看在眼里 守在他后背不停地安抚 喝完粥后 夏末将鸡蛋掰成四分 起身点气脚尖 将鸡蛋往夏德然嘴里塞 爷爷不爱吃 默默吃吧 夏德然嘴角难得的现笑容 笑呵呵地说道 哪有不来吃鸡蛋的 只是想将好吃的 留给孩子的借口罢了 每天鸡一顿饱一顿的 长辈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 生怕把孩子饿着 于是渐渐地想把好吃的 带给或留给孩子 自己舍不得吃 把孩子放在最前面 自己放在最后 爷爷爷奶奶面前的米粥 比任何人的都清澈见底 他们不是不想吃 而是想把好的 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或孙子孙女 孩子没长大的时候 为孩子考虑 孩子长大了之后 就为孩子的孩子考虑 自始至终 都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凭借空间 凭借他催生植物的能力 以后一定会让爷爷 我有鸡蛋吃 吃到腻为止 夏末坚持不懈 手举得高高的将鸡蛋 塞进夏德然嘴里 被逼无奈 夏德然张嘴把鸡蛋吃下 嘴里鸡蛋的香味 充斥着他的口腔 伸出手在的 摸了摸夏末的头 用同样的办法 夏末将鸡蛋分别塞进 张翠之夏永安和杨静怡的嘴里 最后一块递给了杨家旭 杨家旭一时间没有接 看了看夏末的眼睛 片刻之后 拿起鸡蛋并没有塞进嘴里 而是掰成两半 一半的给夏末 两人相视一笑 将鸡蛋塞进嘴里 夏末摇头晃脑的吃鸡蛋 第一次感觉鸡蛋这么好吃 幸福的快要飞起来 对面的夏大妮 夏二妮和夏三妮 都露出羡慕的目光 舔着嘴唇 眼睛直勾勾看着夏末 低头看了一下桌子下 手里藏得半块窝窝头 好想吃 但是他们不能 旁边的张力撇了撇嘴 妾 装模作样 小小年纪就如此心机 就知道讨好公婆 长大了还得了 吃完饭 各自回得自污 张力进屋后就站在门口 伸出手静静的等着 后进来的夏大妮 夏二妮和夏三妮 依次从张力面前走过 从兜里拿出半块窝窝头递给她 看着手中的窝窝头 明显比一王小了很多 张力瞬间火冒三丈 让你们留一半 你们就给我留一小半 看我打死 你们三个死妮子 饿死鬼头太啊 说着 拿起门后的扫帚 对着他们就是猛抽 夏大妮他们三个已经习惯了 抱着头缩在墙角 不敢反抗 不敢叫出声 狠狠地咬着牙 生怕自己出声 引来了爷爷奶奶 到时候迎来他们的 又是一顿毒打 怨气横生的张力 狠狠地抽打着他们 发泄着今天的怨气 这时夏英才走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已经习以为常了 竟知道走到张力面前 快给我冰糖 听到乖儿子的声音 张力才放下手里的扫帚 瞬间变了一张脸 将半块窝窝头递给她 笑呵呵地说道 别急 娘这就给你拿 快点 被夏英才催促 张力半点没生气 扭头从裤子里的小兜里 拿出钥匙 打开木厨上的锁 拿出一块冰糖递给她 甜滋滋的味道充满口腔 夏英才觉得不过瘾 直接用牙齿咔嚓咔嚓咬了起来 一块冰糖瞬间下肚 舔了舔唇 还想吃 对张力撒娇卖个萌 瞬间又得到了两块冰糖 看着刺眼的一幕 角落里抱着头蹲着的三个女孩 心态各不相同 夏大尼现如今已经11岁了 再过个几年就可以出嫁 她一直希望能找个好家庭 嫁个好人 嫁个有钱人 逃离这里 不想再过着这种生活 在这之前 她都是十分听张力的话的 夏二尼比较老实本分 说一句难听的就是傻 夏三尼和夏英才是龙凤胎 两人模样长得一样 但待遇却天差地别 夏英才受尽宠爱 夏三尼饱受欺凌 但相比两个姐姐 她的待遇相比较好太多 夏三尼非常羡慕夏末 有一个疼爱她的父母 还有一个好哥哥 如果她是三房的孩子 那有多好啊 可以吃得饱 不用干活 还可以被养得白白胖胖 第十七章 我碍事了 深夜时分 在末世 必须时刻保持着警惕 才能安然地活下来 这导致夏末睡眠很浅 稍有动静 就能把她惊醒 突然夏末感觉到 有人把她抱起 立即睁开了双眼 借着从窗外洒进来的月光 眼前人的面孔清晰可见 爹 她正被夏永安抱在怀里 两眼对望 夏永安说不出来的心虚 但还是坚持把夏末 从她和杨静怡中间 抱到了罪里面 对上她的目光 尴尬挠了挠头 不习惯说谎的夏永安 结巴地解释道 怕你夜里翻身掉下去 我把你抱到罪里面 夏末 这么拙劣的借口 她也能想得出来 翻身 能翻过一个人的身体 掉在地上吗 根本不可能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坐直身子 你是想和娘睡在一块吧 觉得她睡在中间 有些碍事 她早都猜透夏永安的心思 哎 果然父母是真爱 孩子是意外 夏永安眼神飘忽不定 拳头抵在嘴边 轻壳了一下 怎么会 解释就是掩饰 夏末也不想拆穿她 看了一眼杨静怡还在沉睡 小床上的杨家旭 也睡得很沉稳 夏末眼睛机灵地转了一圈 稚嫩的声音响起 今天的事 你都看见了吧 知道夏末在说什么 夏永安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事 我头顶上有多小红花啊 夏末见夏永安还想狡辩 连忙说道 我看见你了 你就在门外 夏永安整个人如遭雷劈 愣住了 久久不能回神 本以为自己很隐蔽 没让人发现 乃曾想夏末居然瞧见她了 小心翼翼地偷瞄了杨静怡一眼 看一下夏末 支支吾吾地说道 千万别告诉你娘 我知道这件事 夏末憋着笑 忍不住偷瞄了一下装睡的杨静怡 原本她是被杨静怡搂在怀里的 醒来的时候 就看见娘眼睛眨巴眨巴 是在装睡 措手不及间 原本憨然入睡的杨静怡 一层的从床上坐起来 眼睛恶狠狠地凝视着夏永安 哪能想到杨静怡一直在装睡 夏永安整个人都傻了 露出讨好的笑容 媳妇 说完 不知所措地抠着手指 杨静怡直接附身 快准狠地揪着夏永安的耳朵 扭一圈 表情凶残 脸笑皮不笑地 开着夏永安 长能耐了呀 说话间 手上的动作不减 夏永安疼得两只手凑上去 但又不敢碰 只能干干地求柔 媳妇 我错了 疼 疼 杨静怡松开手 双手抱胸 看着他 你敢把这件事说出去 你就完了 警告意味十足 还顺带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我发誓 这事就咱俩知道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默默是我们的孩子 夏永安双手发誓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啊 这还差不多 听到他这话 杨静怡脸色才缓和许多 转过头 立即换了一张脸 笑眯眯地把夏眸抱在怀里 别怕 娘亲是不会让人伤害你的 看着自己媳妇 犹如穿剧变脸的速度 夏永安非常伤心 果然在媳妇眼里 默默最重要 哎 想当初媳妇眼里 就他自己一个人 自从夏末出生 他在他心中的地位 呈直线下滑 一个夏末 都已经让他苦不堪言 抢走了他媳妇的注意力 那两个还得了 想想都可怕 夏永安猛地摇了摇头 就生一个 一个孩子就够了 原本夏末还想着 怎么找借口 使用异能 和从空间里拿东西出来 现在既然爹娘 都看见了他头上的小红花 并且错以为 他是人参娃娃转世 那他正好借着 人参娃娃的身份 使用异能 堂而皇之地 从空间拿出食物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让他始料不及 自爆身份很可怕 但他相信 爹娘不会泄露 这四年里 他的意识被封 但清楚记得 四年里的点点滴滴 爹娘都很爱他 为了他到处求人看病 甚至不惜给人下跪 只为了治好他 夏末蹬着小短腿 麻利地爬下床 拿起墙角处的红薯 回到床边 杨静怡和夏永安呆愣着脸 疑惑地看着他的动作 三更半夜地 爬下床去拿红薯 难道是饿了 杨静怡双手一捞 拖着夏末的夜下 将他提上床 笑着说 默默饿了呀 娘这就给你烤个红薯去 说着就一坐到床边 正要穿鞋 你们娘俩先睡 我来弄 弄好再叫你们 夏永安说着就要床 却被夏末拦住 第十八章催生 别去 我不饿 夏末无奈地说道 他只想拿红薯 掩饰一下异能 谁知道爹娘想错了 以为他 饿了要给他弄吃的 人小肚子小 晚饭的时候吃得饱饱的 现在根本不饿 说着 握住红薯的右手 开始释放异能 手掌般大小的红薯 慢慢长出嫩芽 叶子逐渐变大 筋干也逐渐变长 看着眼前诡异的场景 夏永安和杨静怡 目光呆滞 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揉了揉眼睛 眼前的场景依然还在 夏永安手里的鞋掉在了地上 咽了咽口水 他长 吓得他说话都不利索了 相比较夏永安 杨静怡承受能力强一点 只是呆愣了一下 瞬间反应过来 没有恐惧 反而有些担忧 原本新鲜的红薯 瞬间变得干瘪溃烂 枝叶却更加繁茂 夏末蹲在地上 拿着红薯苗 继续释放技能 没一会儿 绿茵茵的藤蔓 慢慢变长 结出果实 大约六七个红薯 个头还挺大 基本上一经一个 寻常地理的红薯 大了一倍不止 看着成果 夏末开心地笑了笑 看来亦能没有退步 献宝斯地看向杨静怡 娘 我们以后不会再挨饿了 语句稚嫩 有着孩童的天真烂漫 杨静怡的第一反应 就是看了一下 小床上的杨家旭 见他大呼 睡得很平稳 是真的睡着了 不是在装睡 这才松了口气 这种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就连杨家旭也不例外 默默拥有这么神奇的能力 如果让别人知道 那后果可想而知 对了他而言 没有比默默的安全 更重要的是 收敛思绪 杨静怡神态认真的 打量着催生的红薯 看着看着心里的震撼 越来越强烈 控制不住的右手使劲 手上的疼痛袭来 夏永安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看着有两个手掌般大小的红薯 惊讶地说道 我乐得娘乐 这红薯真大 红薯没在土里种 上没有土很干净 夏永安直接扑上去咬了几口 红壤红薯挺脆 很甜很甜 口感像雪莲果 但味道比他甜得多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好吃好吃 还很甜 媳妇尝一口 说着将手里的红薯 递到杨静怡嘴边 这个跟小孩一样的男人是谁 他不认识 杨静怡直接翻了个白眼 推开面前的红薯 一边去 别烦我 扭头看向夏末 末末 你会让植物迅速生长 夏末懵懂得点了点头 不只是这 别的也可以 听到这杨静怡心里更是意境 急忙说道 以后在外面千万不要弄 千万不要被人看见 知道吗 知道了 娘 看着地上一小片的红薯藤 郁郁葱葱 叶子都比脸大 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可不得了 村里种的红薯 她的叶子小得可怜 稀稀拉拉 叶子还发黄 跟这个红薯叶根本没法比 叶子差别太大 她也不能直接扔在外边 这可咋办 可把她愁坏了 见杨静怡的视线 她担心的问题 弯腰捡起地下的红薯藤 释放技能 原本新鲜的红薯藤 瞬间变得干枯 渐渐的消失不见 真是火酒见 杨静怡和夏永安 又被夏末的一顿 骚操作雷的构呛 夏永安手里的红薯掉了下去 砸到她的脚 疼得她呲牙咧嘴 杨静怡喃道 不愧是我女儿 不愧是人生娃娃转世 不仅可以催生植物 还能让她瞬间衰败不见 有一个问题 盘旋在她的脑海里 想到这 她立即紧张兮兮地问道 催生植物 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夏末摇了摇头 沉思了一下 歪着小脑袋 不会的 但是不能使用过多 那就好 那就好 玄折的心总算放下了 杨静怡看了一下窗外 天色已经不早了 揉了揉夏末的小脸 已经很晚了 我们快睡觉吧 说着将夏末抱在怀里 细心地噎好被子 夏永安也跟着躺了下来 却被杨静怡猛地踢下床 夏永安委屈巴巴地撇着嘴 媳妇 怎么了 她又做错啥事了 面对夏永安油腻的撒娇 杨静怡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 嫌弃地弯了她一眼 今天你打地铺 地上又冷又凉 她才不要睡呢 跟媳妇搂在一块 多闷闷 刚想张口说话 就被杨静怡瞪了一眼 便撇了撇嘴 委屈巴巴地来到杨家旭床边 缩着身子躺了下来 夏永安很高 差不多快一米八五 在红旗大队 也是数一数二的身高 让她躺在小床上 着实有些委屈她的身高 夏永安躺在床上面朝着大床 眼神忧怨地看着杨静怡 然而杨静怡不加理睬 手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夏末 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第十九章 红薯粥 历日清晨 新的一天开始 一层薄薄的雾笼罩在山村的上空 原本寂静的氛围 被攻击的鸣叫声打破 我我我 扭着摸了个空 扭头一看 爹娘早已不见踪迷 小床上的杨家旭也没在 屋内只有自己一个人 摸着温度都已经凉了 他们应该早就起床了 拿起床头的衣服 刚想穿上 就见杨家旭推开门走了进来 默默 我来给你穿吧 说着 杨家旭就要给夏末穿衣服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吓得夏末急忙把衣服穿上 扣上扣子 生怕慢一步 扣完最后一个扣子 夏末这才松了口气 让一个七岁的小孩 给他穿衣服 他心里有负罪感 感觉在虐待而同 见夏末自己独立穿好衣服 杨家旭心里有些遗憾 伸出去的手 落寞地收了回来 习惯了给夏末穿衣服 突然有些不习惯 夏末瞧见杨家旭 露出沮丧的小表情 急忙解释道 哥哥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穿衣服了 真乖 杨家旭仗着身高的优势 笑着摸了摸夏末的脑袋 妹妹真可爱 软软的 还很香 穿好衣服后 夏末照着镜子 有些笨猪的扎头发 小胳膊小短腿的她 干什么都不方便 上个床 还要踩着凳子爬上去 扎个头发 手都算得不行 不过令她惊喜的 是她有个好容梦 镜子里的小女孩 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 灵动有神 长长的睫毛 忽散忽散地 像两把小刷子 巴掌大的小脸 精致无比 配上白皙透红的皮肤 趁得她 就像落入凡间的小天使 怎么办 想柔 不知为什么 镜子里的自己 越看越熟悉 总觉得哪里见过 对了 这不就是 她小时候的样子吗 简直一模一样 从母子里刻出来 都没这么想 那她就不用担心 以后长大会长残了 穿越前的她 从初中到大学 一直都是笑花 模样没话说 情书收到手软 跟着杨家旭出屋门 就见杨静怡端着碟子出来 起来了 洗脸洗手过来吃饭 摸了摸 已经瘪了的肚子 夏末飞快地去洗手 杨静怡笑着摇了摇头 端着饭 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大房的人 和公婆起得都很早 早都吃不饭了 杨静怡做好饭的时候 张力才起床 正要使唤大妮去做饭 却看见锅里 放着浓稠的米粥 里面还放了红薯 眼睛瞬间一亮 我勒个乖乖 这谁煮的粥 这么舍的 真能造啊 这要是换做她做饭 最起码要吃个三四顿 也太白假了 扑别而来的香甜 红薯粥的香味 让她的唾液 忍不住的滋生 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偷偷地撇了一撇 四周见没有人 狠话不多 直接拿勺子就要盛饭 从外面刚回来的杨静怡 刚进厨房就看到这一幕 气得她火冒三丈 大不留心地上前 一把夺过木勺 抢过张力手中的碗 想吃自己做 拿人家的算什么事 这可是她特意给宝贝女儿做的 张力也配合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了 我只是帮忙盛一下 站着碍事 我要做早饭呢 张力狡辩到 眼睛忍不住地盯着铁锅桥 舔了舔唇 早知道她就早点起来了 喝完就跑 看杨静怡能拿她咋办 杨静怡冷哼一声 鄙怡地看着她 只是端了个红薯的功夫回来 竟让张力钻了个空子 幸亏她回来的及时 不然还得了 这周铁定是要不回来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别想狡辩 怎么 你家是接不开锅了吗 刚分的粮都被你挪去娘家了 穷到开始偷饭了 知道她开始当家 用不了两天 肯定会过来拿粮 那是自己的亲娘 还有亲弟弟 他们饿着她 心里也不好受 可是她家也没有多少粮 现在每家都缺粮 都接不开锅 都是紧一缩时的 勒紧裤腰带吃饭 听弟媳说 他们已经快两天没吃饭了 没有办法 她只能给娘家云点粮食 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了 见张力心虚 杨静怡吃笑一声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娘家有难 做女儿的帮娘家 是理所当然的 可另有目的 为了压榨女儿 从女儿那里弄来粮食 来养活一家老小 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做事要有度 一次两次还好 多了实在不好意思 没有 这不是冷血 这是理智 就张力娜娘家 十里八村文明的 压榨女儿的人家 生了五个女儿 才来一个儿子 对儿子宝贝的不得了 恨不得供起来 儿子被宠的坏事做尽 好吃懒做 两个女儿小的时候 就被卖出去 也不知道卖到何处 反正就是收到钱 就不管不顾了 三个女儿老早的 就被嫁出去换彩礼 嫁出去的女儿 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补贴娘家 张力就是其中一员 张力从小被灌输的思想 就是以弟弟为大 弟弟是最重要的 养弟弟是姐姐的义务 所以他省吃俭用 苛刻自己的儿女 也要省着钱 拿回去给娘家 对此他引以为荣 因为他受到了爹娘的夸赞 原本婆婆当家 张力娘家还能收连点 现在分了家 张力当了二房的主 那张力的娘家 简直高兴坏了 可以肆无忌惮了 肯定会迫不及待的 来要粮药钱 杨静怡的娘家 跟张力一个大队的 他们从小就认识 相当不对付 哦 是吗 杨静怡懒得在搭理张力 用木勺将锅里的粥成净 刚好成了两碗 刚想从钢里咬水刷锅 就被张力火急火燎地叫住 等一下 干嘛 杨静怡不耐烦地抬头瞧她 又咋了 不知道她又想整出什么幺蛾子 你快端出去吧 我来帮你刷 张力直接夺过杨静怡手里的瓢 笑呵呵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杨静怡总觉得张力笑容有点甚人 狐疑地看着她 你确定 这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轻快 嗯嗯 杨静怡端着碗 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张力 总觉得哪一点不对劲 就说不上来 见杨静怡走后 张力拿起锅铲 将锅里粘锅的米糊铲了出来 直接就着锅铲吃了起来 放的米可真多 如果不是弯不下腰 她恨不得头埋进锅里 狠狠地舔 舔完之后 张力开始得了红眼病一样的 极度杨静怡 吃个早饭都弄得这么丰盛 迟早粮食吃尽 就坐等着饿死吧 到时候 他们二房才不会救济三房呢 就算杨静怡给她下跪 都不可能 越想越得意 兴奋劲过后 张力本想从水缸里咬水 谁知水缸已经见底 窝火地放下手中的锅铲 扯着嗓子往外喊 死丫头干啥呢 还不回来做饭 大妮 二妮 懒死了 家是分了 可厨房里供用的东西 比如拎水和柴火 每家要负责一星期 轮着来 本来应该是大房先开始的 可分家前大房 已经拎了几天 公婆说 直接从二房开始 村里唯一一口有水的井 离家很远 估计得有六七百米的样子 要是去拎水再回来 岂不要累死 这样的累活他可不敢 第二十章 恶心坏了 叫半天都没见人出来 张力气恼地踹了一下厨房的门 发出哐当一声 震耳欲聋 门框摇摇欲坠 掉下来些许木屑 唐屋的张翠之听到声音 心里猛地一揪 捂着胸口 他怒睁着眼 鹅脚的青筋 随着剧烈的呼气声 一鼓一张 脚步生风的夺门而出 张力刚抬脚 抬头就见张翠之铁青着脸 站在他面前 吓得他一击灵 不由往后退一步 差点被摔得四脚朝天 来者不善 张力声音都有些颤抖 娘 咋了 咋了 你真有能耐 刚分家就想拆房 你是想上天吗 张翠之对着张力 就是大骂 嘴里的口水四溅 张翠之看了一眼 快要垮掉的门框 明显已经有一道 深深的裂痕 看来这门算是废了 气得火冒三丈 这才分家第一天就找事 想上天了 那就让他得偿所愿 抄起案板上的鸡毛胆子 就往张力身上打 嘴里骂骂咧咧 让你踹 让你踹 看我不把你的蹄子打断 啊 疼 娘 娘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 门一点都不结实 不敢了 娘 你别打了 本就伤势严重 稍微剧烈动弹 就浑身疼的张力再次被打 身上火辣辣的 眼泪不值钱的往下掉 张翠之打累了 左手掐腰 右手拿着鸡毛胆子 站在大口喘着气 听见他这话 觉得好笑 你踹门 到最后还要怨门不结实 门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那是不是说 你就做那点饭 吃完觉得饭不耐吃 不怪自己做的饭手 反而怨饭 你咋不长大个 长到手长大小 你要是有手长大小就好了 张力心想 如果一粒米能有手长大小 就好了 那样 每顿只吃一粒米 就可以吃饱 就不会再挨饿了 哎 你咋就长这么小呢 张翠之 以前知道老二媳妇缺根筋 顶多缺个心眼 谁知道他脑袋不灵光 是个傻的 突然觉得脑门秃秃的 不行了 快被气晕了 张翠之深深的叹了口气 就老二媳妇这脑子 跟他道理也是白搭 就是个猪脑子 要不是他赖上了老二 说是被永兽看光了 如果不嫁给永兽 就投河自尽 弄得人尽皆知 自己才不会同意他嫁进来呢 取来一个定时炸弹 时不时地闹上一回 弄得家里鸡犬不宁 张翠之抬起眼皮子 仰了仰手中的鸡毛胆子 门是你弄坏的 今天给我修好 不然我把你惊抽了 知道了 声音蚊子还小 张翠之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大声点 知道了 张力扯着嗓子后 觉得自己非常委屈 明明是门不坚固 去来骂他 明明已经分家了 还来管他 真是多管闲事 当然这话 他只会在心里吐槽 不敢当着婆婆的面讲 虽然现在他还立不起来 但他相信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立起来了 娘说了 当家做主的女人要有气势 千万不能耸 特别是在婆婆面前 张翠之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弯了他一眼 留下一句话 赶紧的 今天给我弄好 见张翠之转身 张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正坐着鬼脸 谁知这时张翠之突然转过身来 吓得张力缩了缩脖子 眼珠往右边瞥 舌头逼得紧紧的 看着张力的鬼样子 张翠之低声咒骂一句 晦气的玩意 大步离开 张翠之的身影消失 张力这才松了口气 眼睛不经一间一瞥 却见三房一家三口 吃着红薯看着他 气氛有些尴尬 老巫婆居然对奶奶翻白眼 夏末咬了两口红薯 扭头看向杨家旭 哥 你看见没 看见了 他还做鬼脸呢 杨家旭声音不大 话却说得很清楚 你们俩千万不要学他知道吗 要尊敬长辈 杨静怡一手摸着一个小脑袋 温柔地说道 知道了 夏末和杨家旭 一口同声地回答 够了 真的是够了 感情把他当作反变教材 来教育小孩呢 他们三个的谈话声音不大不小 每一句都落在了张力的耳朵里 啪啪啪地打他的脸 张力的脸 现在一会儿轻易会子 脸色变得很难看 凶巴巴地吼道 看什么看 一点礼貌都没有 也不知道咋教小孩的 眼不见心不烦 快速地逃回屋 夏末看着张力狼狈的背影 哈哈大笑 没错 他就是故意的 老巫婆越狼狈越生气 他开心 见夏末笑得开心 杨静怡无奈地笑了笑 你呀 人小鬼大 机灵鬼 嘿嘿 夏末觉得有些口渴就去厨房 想找嫖来舀点水喝 却发现水缸里没有水了 有过头一看 锅里竟然干干净净 却不像刷过锅的样子 心里有些纳闷 指着铁锅 问道 娘 刚才你刷过没有 杨静怡摇头 没有 那这锅 夏末有种不祥的预感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特别看着这锅 有点犯恶心 锅 杨静怡身头一瞧 锅里被刮得比一点还干净 但确实是脏得没有洗锅 刚才自己要刷锅 张力阻止不让 说他来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杨静怡猛地拍了一下头 终于知道 张力为什么主动洗碗了 锅为什么这么干净了 锅是你二伯娘舔干净的 一种恶寒的感觉袭来 哦 夏末忍不住干呕 肚里翻腾着 太TMD恶心了 看着这口锅 他就不自觉地脑补张力舔锅的场景 真让人恼火 杨家旭没有太大的反应 杨静怡恶寒 想到这口锅是张力舔干净的 他就不想再用这锅 心里的怒火燃烧 恨不得现在把张力的皮给包了 这锅是不能用了 沾满了张力的口水 等永安回来 让他去县里看看 能不能掏个小锅 看来要尽快搭个厨房了 不然 张力不知道哪一天 又搞出啥要额子 听见二房屋里 不断传出的打骂声 夏末微微皱眉 有些同情大妮 二妮和三妮 他们估计变成张力的出气筒了 把自己从别人身上 受到了气发 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这算什么当娘的 豺狼都没有这么狠 杨静怡揉着夏末的头 等你爹回来 我们另起炉灶做饭吧 嗯嗯 夏末点点头如捣蒜 眼睛明亮有神 他才不要用沾满张力口水的锅 非常恶心 超级恶心 第二十一章出门 眨眼间 夏末已经闷在家里 将近三四天了 每天听夏永安讲 红旗大队的事 听的耳朵 茧子都出来了 对村里的事 已烂熟于心 心里也对原本的宋家寨 也就是现在的红旗大队 非常感兴趣 最令他好奇的 就是宋家 听到夏永安讲的时候 他赞叹不已 这要是 在放在改革开放前 宋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方圆极限 没有敢于争锋的 宋家是医药世家 听说祖上出了很多名医和御医 医术十分精湛 财富也相当富有 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他们不但做医药的生意 还种植药材 种植的手艺也一流 红旗大队的几个山头 在解放前 都属于宋家家族所有 山上种植着各种野生珍贵的药材 猛兽很少 田地也全是宋家的 土地主的存在 红旗大队的村民都是外来者 有逃避战乱的 还有原本宋家药厂的工人 解放后 土地收为国有 宋家将土地和山林全部上缴 甚至还捐了家产 现在的宋家 虽然没有以前繁荣昌盛 但受死的骆驼比鸟大 依旧生活得很好 令人瞩目 宋老太爷和他的孙子 还住在村里 他的儿子宋昌义 则是县医院的主治医生 夫妇俩因为工作住在城里 宋老太爷功德伟案 是他有先见之名 挽回了红旗大队巨大的损失 让红旗大队的生活 比别的大队好得太多 虽然很难吃饱 至少没有饿死过人 关于他的传说太多太多 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红旗大队是以种植药材为主 比如除四海的马钳子 消灭血腥虫病用的木箱 槟榔和薄荷 这些都是国家紧缺的药材 红旗大队是最主要的供应地 种植粮食为次 粮食的耕种面积很少 只能满足村民的生活所需 所以不需要浇工粮 上脚药材就行 有宋老太爷坐镇 每次收上来的药材质量成色 都非常的优良 干旱的严重 现在地里被种上了板蓝根和地黄 这些都是耐旱的药材 刚好适合现在的情况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获板蓝根了 树大招风 六年后 如果被人举报 被冠上资本主义的罪名 那宋家 拉去游街是轻 抄家也是轻 就害怕被抓进牢里或者下放 这不是危言耸听 宋老太爷虽然为人和善 可架不住有小人作祟 眼红宋家的人比比皆是 爹娘大清早的就进城买布 看看有没有铁锅 顺便去外公家报喜 没有带他去 是因为外公家的邻居 刚办完丧事 害怕他沾染上不吉利的东西 等过几天 才带他去外公家 夏莫坐在门口 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 正在扫地的杨家序一眼 见他刚扫到床底的位置 根本看不见门外动静 心里一笑 爹娘不让他出门 他可以偷着出去 在家里待得都快发霉了 他又不是宅女 能整天闷在家里不出门 猫着腰 亲手亲脚的往外走 刚走到鸡棚 就听见身后传来杨家序的声音 默默 你去哪 偷跑失败 夏莫僵硬的站在原地 转过身露出假笑 我就看看 然后傻笑几声 心虚的不敢看他 杨家序叹了口气 小人装作大人的模样 一本正经的说道 外面危险 万一磕着碰着了怎么办 我不怕 会变成小花猫的 杨家序坚持不懈地劝着夏莫 姑姑和姑父临走的时候 千叮明万嘱咐 让他寸步不离待在他的身边 防止他受伤 如果张力再来找麻烦 就去找张翠之和夏短然帮忙 那我也不怕 那个老巫婆不在家 哥哥 你就带我出去玩吧 好不好嘛 夏莫眨扎巴着黑油油的大眼睛 看着杨家序 撒娇卖萌 莫名有些羞耻 但为了出门 他拼了 终极杀手锏都用了 就不信他会不同意 见妹妹撒娇卖萌 还对他笑 杨家序说不出口拒绝的话 心想老巫婆早上的时候 拎着大包小包的出门了 一时半会不会回来 那不如就带着妹妹出去 夏莫见他沉默 在思考中 没有说拒绝的话 觉得有戏 片刻之后 杨家序做完心理斗争 说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 嗯嗯 夏莫点头如捣算 兴奋地往门外跑去 后面的杨家序 急忙跟上去 不放心地叙道着 慢点 看着路 明明才七岁 说话做事 却像个小大人一样 墙间小路上 铺着平整的小石子 这要是摔倒在地 不破层皮是青的 夏莫灵魂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虽然身体才四岁 但依旧走得 稳稳当当 怎么可能摔倒 一路观察着路过的景物 发现墙壁上 有很多墙壁上写着标语 比如为人民服务啥的 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 房屋没有想象的那么破 看上去还行 就是有点老旧 刚走没几步 就遇到一群小孩 为首浑身脏兮兮的男孩 瞧见夏莫 兴奋地跟同伴分享 傻子出门了 傻子出门了 听到夏富贵的话 身后的小伙伴不幸 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那傻子整天待在家里 怎么可能出来 就是就是 别说谎了 我们去掏鸟窝去 富贵 你是不是输不起 今天轮到你爬树了 就在这找借口 昨天的鸟蛋 你可是吃了半个 见小伙伴们不幸 夏富贵指着夏莫所在的位置 他就在那 一群小孩 也很可爱 比他们的姐姐和妹妹 都漂亮多了 就是可惜了 居然是个傻子 我可没骗人 夏富贵抱着胳膊 洋洋得意地说道 夏莫看着面前的几个小屁崽子 鼻子邋遢 满脸嫌弃 身后的杨家旭看见他们 怕妹妹被欺负 急忙跑上前 把夏莫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夏富贵他们几个 第二十二章 一群小崽子 三四个小男孩 围着夏莫和杨家旭转圈 伴随着拍手和嘲笑声 傻子出门了 傻子出门了 不到十岁的男孩 黑瘦黑瘦 身上全都是泥土灰尘 看样子刚在地上打过滚 手上沾了黑色液体 黑乎乎的 看上去很恶心 这个年纪的小孩 是最调皮捣蛋的 也最牵走 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扎着朝天辫 脸色发黄 穿着碎花罩衫 脚上踩着破旧的灰色布鞋 眼神并没有孩童应有的天真无邪 如果只看他的眼睛 有点像成年人 让人起鸡皮疙瘩 夏末不由多看了几眼 对他起了兴趣 见几个小屁孩 还在围着他转 说着挑衅过的话 夏末一阵头大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几个小兔崽子 太牵走了 强忍着想动手的冲动 这要是放在末世 他早都揍得他们哭爹喊娘了 你们才是傻子 一点都不礼貌 一群小屁孩 软软糯糯的声音 就算是生气 也很可爱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在场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像个木头一样 惊呆在原地 傻子不但开口说话了 竟然还骂人 骂得还挺溜 转框外的夏副 有吸了吸鼻子 将流出来的鼻涕收回去 眼睛亮晶晶的盯着夏末 声音真好听 夏富贵也惊得不行 这人怎么可能 突然之间不傻了 他才不相信呢 壮着胆子 抬着下巴看着夏末 喂 傻子 你现在不傻了吗 夏末满头黑线 弯了他一眼 沉默不语 叫的是傻子 他又不是傻子 傻子才会理他 喂 富贵跟你说话呢 旁边的狗圣剑夏末 居然不理他的大哥 不满的说道 我问你话呢 夏末 夏富贵又问了一句 扬了扬拳头 再不说话 我就揍你 敢不理他 就让他尝尝 他的拳头的厉害 你们不准欺负我妹妹 杨家旭用瘦小的身子 把夏末挡在身后 小脸严肃的 看着夏富贵 拳头握紧 保持着时刻作战的准备 杨家旭的话 成功让他们哄堂大笑 哟 就你 能打过我们四个吗 夏富贵觉得好笑 他一个人 就能将杨家旭打倒在地 真是不自量力 你就是一傻子的童养夫 也敢在我们面前耍横 狗胜不羡 就是就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铁柱看着杨家旭的眼神 非常嫌弃 爹娘经常在他耳边唠叨 说 男人要有男人样 千万不能给人家当童养夫 特别是傻子的童养夫 杨家旭气的浑身颤抖 怒吼道 我不是童养夫 自证腔圆的辩解 一字一顿 让人不能忽视 声音和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 显然愤怒到了极点 他只是 寄养在姑姑家 不是童养夫 夏末一把扯过杨家旭 冷着一张小脸 目光不善的 看向狗胜他们 杨家旭是我舅舅的儿子 是我哥 才不是什么童养夫 不是说要揍我吗 你们俩 谁怕谁 就几个小屁孩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杨起粉嫩白皙的拳头 挑衅地看着他们 敢欺负他哥 先要过他这关 十岁的夏富贵 脑子比较灵活 刚才说要揍夏末 只是恐吓而已 他才不敢揍他 如果他真受伤了 三叔肯定会跟他拼命 到时候 脱层皮是轻的 三叔可是孩子中的恶霸 经常欺负他们 记得上次过年 弟弟夏富有抢了夏末的糖果 把他的手 划出一个小口子 三叔知道后 直接去厨房 拿了的菜刀出来 幸亏被爷爷奶奶拦住 不然夏富有不死也伤 把他吓得六神无主 直接尿裤子了 心里有了阴影 从那之后 虽然想欺负夏末 但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嘲笑 从不敢动手 因为夏末不会说话 受欺负了 也不会告状 而杨家旭就是个呆子 被揍了 也不会跟大人说 夏富贵心里 耸在面上不能耸 周围都是自己的小伙伴 可不能丢了面子 硬着脖子 自己找台阶下 看你年纪小不懂事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嫌弃地打量了 看了一眼下 莫豆芽菜一样的身高 估计让他点起脚跟 也才到他耳朵的位置 真矮 视线停在他的白嫩的小脸上 微微愣住 圆圆的脑袋 胖胖的脸蛋 白得跟煮熟的鸡蛋白一样 长长的睫毛下 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笑 嘴边还有两个小酒窝 天 可爱的 看上去也不傻 挺机灵的 也没有娘说的那么不堪 好像摸 哥 哥 见夏富贵眼睛 直勾勾看着夏末一眨不眨 夏小芬的手悄悄攥紧 连忙叫了他几声 见夏富贵没有反应 夏小芬晃了晃他的手臂 哥 你忘了娘说的话了吗 啊 夏富贵这才发现自己 竟然看傻子看呆了 羞愧的红了脸 按道理说 夏末是他堂妹 他们应该相爱才对 可娘跟大爷爷家关系向来不好 讨厌杨静怡 说他是狐狸精 还想勾引他爹 娘不让他和弟弟妹妹 跟大爷爷家的孩子玩 尤其是夏末 说他是个灾心 刚出生没多久就傻了 连话都不会说 洪灾和旱灾导致的饥荒 也是他带来的 脑海里想起娘说的话 夏富贵对夏末刚升起的好感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敛情绪 板着脸 夏末满脸问号 歪着头 意味深长地看得下小芬一眼 这个四岁娃娃不简单 如果他刚才没看错的话 听到自己能说话 夏小芬脸上有一丝失望 虽然一瞬即逝 但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 失望 巴不得自己不能说话 一直是个傻子 他根本没有跟夏小芬接触过 怎么可能让他有这样的表情 有些摸不清头脑 希望只是自己多想了 第二十三章 默默啪啪 夏富贵觉得 刚才自己被敌恶分子蛊惑 心里气愤不已 把过错全都归结到夏末身上 他要拿起锄头反抗 虽然不能揍夏末 但他可以把他吓哭 扭头对铁柱和狗盛招手 忽略了他地 背过身 三个人小声地商量着 夏末好奇地看着他们三个鬼鬼祟祟 怯怯私欲 这是什么情况 这群小鬼要整什么幺蛾子 还挺期待 好奇心驱使夏末竖起耳朵在躺 侧着身子偷听 夏富贵提议 咱们几个想的办法下下夏末 最好把他吓哭 想到夏末被吓哭 狗盛非常兴奋 脑子转得也快 瞬间想到了一个主意 把毛毛虫扔到他身上 女生都怕虫 我以前没少吓我姐 每次都很成功 这个不错 夏富贵点头 怪不得他经常听见小花哭呢 原来是被狗剩下哭的 旁边的铁柱说道 用癞蛤蟆吓他 癞蛤蟆皮肤上密密麻麻长满了疙瘩 他一个男娃都不敢摸 有人偷听 夏小芬指着夏末大声说道 正义盎然地看着夏富贵他们 夏末偷听 把你的手指放下去 夏末拍掉 用夏小芬用手指指着他的手 微微皱眉 真没礼貌 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用手指指自己 上一个指他的人 脑袋已经被宋博士分家了 尸体被丧尸啃得扎都不省 手上传来一阵疼痛 夏小芬牙齿咬着嘴唇 怨恨地瞪了一眼夏末 鼻头通红 夏末挑衅得晃了晃脑袋 有种打我了 被夏末气得快被过气了 夏小芬冷哼一声 扭过头不去看他 夏富贵发现夏末偷听 派出夏富有手着 他们三个跑道 不远处的墙角密谋 看着他们三个鬼鬼祟祟的背影 夏末不屑地哼了一声 切 还挺神秘 他倒要看看他们 能商量出啥花样对付他 别说 要听期待 旁边的杨家旭有些担心 毕竟夏富贵他们 没少折腾他们 默默 咱们快回家吧 别担心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畏惧夏永安 夏富贵他们 是不会让他受伤的 最多弄些奇怪的东西吓唬他 这不 那个不知道叫啥的小男孩 从杨槐树前 捡起不知什么东西 兴奋地炫耀 见他看向他们 立即将手背在身后 满身警惕 夏末笑着摇了摇头 吓人的东西无非就是几样 毛毛虫和蚯蚓 这么干的地面 蚯蚓爬不出来 又是在大树底下 除了毛毛虫还有啥 他连丧尸吃人的恐怖画面 都面不改色 甚至可以边吃饭边观赏 还能怕区区毛毛虫 夏末扭头问道 哥 那个寸头 头上有颗超大只的小崽子 叫啥 小崽子 杨家旭难得的黑脸 纠正夏末的措辞 是男娃 可不许乱说 小崽子这个词 是长辈说的 被训斥 夏末委屈的撇嘴 他的心理年龄二十几岁了 不到十岁的小孩 在他眼里 可不就是小崽子 见夏末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杨家旭板着的脸 瞬间破功 叹了口气 对他 他真的无可奈何 见不了他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柔声哄道 哥哥不是兄弟 我知道 那个头上 有志的男孩叫狗盛 今年八岁 旁边那个国字脸的男娃叫铁柱 跟夏富贵 夏富有兄弟俩是哥们 杨家旭来红旗大队 这几个人对他们几个倒是印象深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半大点的孩子 就跟着父母去山上挖野菜捡柴火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火 也就夏富贵 夏富有狗盛和铁柱 整天上蹿下跳 掏个鸟蛋摸个鱼 无所事事的满村乱窜 正说着 就见夏富贵狗盛他们三个 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朝着夏末走来 双手都背在后面 手里拿着东西 缓缓地靠近 一闪而过 一抹绿色 走到夏末跟前的时候 咧嘴露出阴险的笑容 快速地将毛辣子扔到夏末身上 奸计得逞 激动的手舞足蹈 欢呼雀跃的击掌 害不害怕 激不激动 这是毛辣子 毛毛虫呀 快哭吧 最好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而 夏末并没有他们想象中 吓得乱蹦得很高 崩溃大哭 而是面无表情 看着从身上滑掉在地上的毛毛虫 自始至终 情绪都没有变化 夏末 无聊 不就是毛辣子 欢呼雀跃的傻样 夏末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喜欢欺负人是不是 那今天 他就把他们给欺负了 夏末弯下腰 将粘在树叶上的毛辣子捡起来 缓缓起身 对准他们赤露在外的皮肤扔过去 一扔一个准 毛辣子顺着脖子掉进衣服里 他们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接着 夏末捂着耳朵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们 露出看戏的眼神 漫不经心地说数三 二 一 开始 啊 啊 三种不同的声音 此起彼伏的哀嚎 原本停在树干上的麻雀 也被惊得飞向远方 夏副罐觉得脖子像被针扎过一样 疼得他呲牙咧嘴 狗肾和铁柱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被毛辣子折后 疼痛迅速加剧 快疼到骨子里去了 不停地挠痒 没一会儿 脖子上红肿一片 谁能想到 事情会惊天大反转 被吓哭 鬼哭狼嚎的 却是始作俑者 胡 真胡 夏副有吓得后退几步 无比庆幸 刚才他没有加入 毛辣子全身长满柔顺的毛发 外表无害 反而有些鲜艳 但他其实是最毒的毛毛虫 皮肤接触到会引起臊痒 挠一下就会红肿 钻心的疼 欣赏着他们几个的惨状 夏末满意的笑了笑 泽泽 这滋味真不好受 不经意间 瞥见夏红侠就在前方 刚走到这条小道 夏末眼珠子转一圈 视线落在毛辣子上 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 夏副贵他们三个 既然想让他哭 那他就如他们所愿 快速用小罐 将毛辣子移到自己面前 毫不犹豫地坐在地上 双手捂着眼睛 迈力地扯着嗓子喊 怕怕 有虫 好可怕 默默怕怕 呜呜呜 太吓人了 眼泪说来就来 不要钱都往下掉 第24张夏副贵被打屁股 夏末的一系列动作 惊呆众人 刺样难耐的夏副贵 狗圣和铁柱 他们三个人目瞪口呆 手将在半空中 整个人直接石化在原地 一时间忘记疼痛 瞪大眼睛看着夏末 满脸都不可思议 明明受伤的是 他们才对 夏末刚才明明一点反应都没有 并没有害怕 怎么突然坐在地上大哭 说害怕 难道是惊吓延迟了 他们面面相去 有些让人摸不清头脑 见夏末哭的伤心 以为是自己用毛毛虫下 他的计划得逞 狗圣顾不上脑痒痒 兴奋地跳了起来 哈哈大笑 被吓到了吧 哈哈哈哈 脸上扬起得意的笑容 居高临下地看着夏末 知道怕了吧 虽然夏末长得软嫩可爱 但他却很反感 因为他太白了 白得黄眼 跟村里的小孩天差地别 站在他面前 让他有种说不上来的自卑感 在荒年里 大人尚且吃不饱 小孩更是 都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甚至有的人站都站不稳 饿死得不计其数 他更是整天挨饿 最近一年里 根本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看见夏末被养得白胖白胖 心里极度不平衡 凭什么夏末可以吃饱饭穿的暖 而他却吃完上顿没下顿 整天提心吊胆 一点都不公平 一个女娃 还是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傻子 居然能被养成这样 而他一个男娃 却受得可怜 刚开始只是单纯的羡慕 渐渐的越发不可收拾 心里产生了扭曲的想法 只要夏末不如意 伤心难过 他就很开心很兴奋 渐渐的 只要他们遇到夏末和杨家旭单独出来 没有大人陪护 他和小伙伴 每次都会主动来找麻烦 愣在原地的杨家旭停顿几秒 连忙上前 想把地上的夏末给抱起来 哭累了的夏末 用袖子挡着 偷偷地从空间里取出水 抹了一把脸 瞬间眼泪汪汪 面前的土地上也湿了一大片 在外人眼里 那都是他的泪水 察觉到杨家旭想把自己抱起来 夏末抽空给杨家旭使了个眼色 眨了眨眼 示意他不用拉他 他还要卖力演戏呢 好戏才刚刚开始 收到夏末的眼神指示 杨家旭虽然还有些猛圈 但是很快地收敛情绪 手也收了回来 默默地站在旁边 静静地看他表演 虽然不知道默默要干啥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夏红霞 听见小孩的哭声 觉得声音有点耳熟 纹身望过去 就见夏末坐在地上崩溃大哭 小脸哭得红彤彤的 眼睛也通红 脸像被水洗过一样 小肩膀一抽一抽 模样别提多可怜了 一瞬间 夏红霞的怒火蹭的上涨 来不及多想大不留心的上前 一把将夏末抱在怀里 手轻柔地拍着他的后背 默默乖 别怕咕咕在这 用尽了他毕生的温柔 夏末将头埋在夏红霞的怀里 低声乌液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不停地往下掉 像是找到依靠一样 紧紧地抱住了夏红霞 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夏红霞抬头 见夏富贵狗 圣他们满脸笑容 特别是狗圣 得意洋洋地笑着 露出了大黄牙 低头发现地上有几个毛辣子 这回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几个小崽子 竟然用毛辣子下夏末 夏末这么小 还是女孩子 看到毛毛虫肯定下得不行 况且这毛辣子还有毒 轻轻碰一下 就像针扎一样疼 默默皮肤娇嫩 这要是被折到 那还得了 这群小屁孩也太欠揍了 灵力的眼神扫向他们 冷声道 好啊 夏富贵 狗圣 铁柱和夏富有 你们竟然用毛辣子夏末末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说着 上前一把抓住要逃跑的夏富贵 揪着她的衣领 让她的脚脱离地面 跑 还跑不跑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夏富贵拼命地挣扎脚 不停地往下伸 想要挣脱夏红侠的束缚 可是没有用 一切都是白费劲 夏富贵的爹娘都不高 导致她也不高 虽然已经十岁 看上去像个八岁的孩子 勉勉强抢到夏红侠胸口的位置 夏红侠虽然是个姑娘 因为干农活的缘故 力气非常大 拎起夏富贵虽然有些吃力 但还是不在话下 想起夏末哭的跟泪人一样 夏红侠心一通 对着夏富贵的屁股 就是几巴掌 啪啪啪 力气之大 让夏富贵疼得嗷嗷叫 被打屁股 夏富贵又羞又怒 脸红得跟红屁股一样 并不是头朝下久了 缺氧所致 从小到大除了娘 还没有被别的人打屁股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快放开我 不然我告诉娘 你娘来了我也不怕 今天我就要教训 你们几个熊孩子 夏红侠对着夏富贵的屁股 又是几巴掌 嘴里嘟囔着 让你夏默默 让你欺负默默 看你还敢不敢了 夏小芬难得露出 君烈的表情 紧紧咬着 还没长满的后草牙 眼见夏富贵被打屁股 发出惨叫 狗肾和铁柱对望眼 拔腿就跑 再不走 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们俩 见他们想跑跑 夏红侠对着他们 离去的方向高声喊道 你们赶跑 等会就去你家找你娘 让你娘给个说法 听到这话 狗肾和铁柱顿住 齐刷刷的回头 任命的转身 缓慢的回去 娘要是知道 他们欺负夏默 铁定今天晚上没饭吃 说不定还会跟爹 对他们来一顿混合双打 见狗肾和铁柱听话的回来 夏红侠这才满意 放开夏富贵 得到自由 夏富贵捂着屁股 一脸不服气的看着夏红侠 气红了脸 夏默都是装的 刚才他没有哭 你凭什么打我 一旁的狗肾和铁柱复合道 是夏默自己坐在地上哭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夏红侠觉得觉得好笑 没人夏默默 默默怎么可能自己坐在地上哭 难道是默默自己坐在地上的 怎么可能 无稽之谈 夏红侠指了指地上的毛腊子 你们敢说 这不是你们弄的 不是我们 不对 毛腊子确实是我们捉到的 但却是夏默 把毛腊子扔我们仨身上的 夏富贵先扯开自己的衣领 让里面红肿的地方赤露出来 还让他看清楚 你看 不只是我 狗肾和铁柱身上也有 文言 狗肾和铁柱 也都把衣领往下扯 干瘦发黄的皮肤上 有拇指大小的红肿 你们多久没洗澡了 夏红侠看着他们有黑的胸脯 满脸嫌弃的别过眼脸 夏富贵 狗肾和铁柱 夏默偷偷地捂着嘴偷笑 姑姑太有意思了 连关注点都这么新奇 第25章起外号 一直安静的夏小芬 忍不住为哥哥辩解 红侠姑姑 我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夏默都是装的 他是看见你快要过来了 才坐在地上大哭 毛辣子也是夏默扔到他们衣服里 条理非常清晰 避重就轻 并没有讲事情的来龙去脉 直接把夏富贵他们先挑衅的事摘掉了 夏默在心里 忍不住给夏小芬鼓掌 竖个大拇指 这怎么可能是四岁小孩能说出来的话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重生 穿越 或者是穿梳 夏小芬肯定属于其中一个 并且夏小芬还对他 还有很强烈的敌意 虽然这个敌意不知道是什么 但他可以肯定是夏小芬空间 至于其他金手指 暂时不知 现在的夏小芬皮肤辣黄 头发也营养不良的发黄分叉 脸上瘦得没有二两肉 说话气如油丝 铁定没有吃饭 这种人他见的很多 漠视遍地都是 并不是为了养精蓄锐的潜藏 如果夏小芬有空间 或者兑换食物的商城 早就吃饱喝足 不至于现在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比起穿梳 他更觉得夏小芬是重生 因为夏小芬看下富贵的目光很复杂 有仇恨 不是重生而来 怎么会有这么大仇恨 夏小芬还是太年轻 沉不住气 不会隐藏 夏红侠对大伯家的人 没有一点好感 特别是赵红娟扯上联系的人 吃笑一声 默默怎么可能将毛辣子 扔进他们三个的衣服里 太荒谬了 默默才四岁 夏富贵他已经十岁了 狗圣和铁柱也都八岁 都比莫莫大 长得都比莫莫高 怎么可能扔得进去 说着说着 夏红侠忍不住笑出了声 扔进去一个 还能说得过去 一下子扔进去三个 怎么可能 是真的 我没有骗人 见夏红侠根本不幸 夏小芬快急哭了 夏末一手一个准 我们亲眼所见 狗圣忍不住辩解道 心里委屈的不行 明明是夏末将毛辣子 扔进他们衣服里 他却反过来冤枉他们 夏末太有心机了 聪明得很 以后谁再说夏末傻 他给谁急 还一手一个 以为是神枪手啊 瞄得那么准 夏红侠无语的翻了个白眼 扭头问杨家旭 家旭 你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被点名 杨家旭被吓得一击灵 下意识的看向夏末 吞了吞口水 刚想说话 就听见夏末说道 明明是你们欺负人 还围着我 嘲笑我是傻子 默默会说话 才不是傻子呢 夏末委屈的撇着小嘴 都可以挂油瓶了 默默 他们这么说你吗 夏红侠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嗯 夏末点了点头 夏红侠沉着脸 因侧侧的 看向夏富贵他们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手里的拳头攥紧 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在夏末美好的这四年 傻子这个词 是他们的禁区 谁说 他们跟谁挤 触及到夏红侠的眼神 夏富贵吓得后退 狗圣和铁柱 直接躲到他的身后 张口结舌 是 是富贵 我们跟着他叫的 我们再也不敢了 直接把责任 推到夏富贵身上 把自己责干净 夏富贵没想到 自己的好哥们 居然背叛自己 愤怒地转身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竟然敢 这一幕 夏小芬看在眼里 懊恼地跺脚 眼见杨家旭叫要说出口 证明确实是夏末扔的 谁知道 夏末横插一脚 就此转移话题 他真怀疑 夏末是故意为之 难不成夏末跟他一样 是重生了 怎么可能出现两个重生者 他才是被上天选中的 天选之子 夏末他不配 按照小说的套路 女主角都是重生的人 他正符合 以后等待她的是 美好的前程 英俊多金的老公 不过不能掉以轻心 他要试探试探夏末 到底重生没有 红霞姑姑 我哥他们不是故意的 就只是说着玩而已 快要吐出来口误遮拦一词 又被夏小芬吞了回去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差点就祸从口出 现在才四岁的自己 还没上过学 怎么可能会成语 这要是说出口 岂不变成妖怪了 别叫我姑姑 我才不是你姑姑 夏红霞实在是不喜夏小芬 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冷笑一声 指了指夏小芬 又指了指狗圣 都指了个遍 开玩笑 那我也跟你们开个玩笑 我跟你们起个万号 你叫大头 你叫狗屎 你叫贪财 你叫 癞蛤蟆夏末提醒道 对 就叫癞蛤蟆 你看你脸上 就连头上都是黑纸 都长满了 跟癞蛤蟆挺像 夏红霞笑着摸了摸 夏末的脑袋 末末真聪明 嘿嘿 大头夏小芬 他最讨厌别人 叫他大头了 特别有一句话 以前只要有人见到他 就会说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别人有伞 我有大头 其实他的头也没有多大 就是矮了点 显得头大而已 外号为狗屎的狗圣 满脸便秘 总觉得被侮辱了 癞蛤蟆狗圣 直接委屈地大哭 至始至终沉默的夏富友 缓缓地松了口气 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多嘴 躲过一劫 看见他们不乐意 生气的表情 夏红霞冷笑一声 嘲讽道 怎么 只允许你们 就乱给别人起外号 就不信别人给你起外号 顿了顿 以后你们再敢说那个词 我每天给你们起一个外号 在村里拿着喇叭宣传 让他们都记住 看看丢人现眼的人是谁 第26章 找到了 夏富贵他们战红了脸 夏的毛骨悚然 他们可不想被叫 这么难听的外号 还是被全村的人叫 想想的画面都觉得恐怖 连忙求饶道歉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知道 错了 夏红霞指了指一脸 不服气的狗圣 你呢 我知道错了 狗圣低着头 声音比蚊子还小 这回感受到 给人起外号的恶意了吧 今天先放你们一马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们欺负默默 等着吧 看我咋收拾你们 别想着套路 你们那点花样 都是我玩剩下的 夏红霞每个人 男孩打了一下屁股 潇洒的挥了挥手 走吧 夏富贵他们如临大赦 瞬间乱窜 消失得无影无踪 生怕夏红霞反悔 处理完他们 夏红霞弯腰一把 将夏沫抱在怀里 用袖子给他擦了擦眼泪 从兜里掏出四颗香泡子给他 两颗给杨家旭 今天运气好 发现了几颗 夏沫拿起香泡子 打量了一番 有点像酸浆 也就是灯笼果 只是小了点 是野生的 装作不懂的问道 这是什么 能吃吗 香泡子 当然能吃了 还很甜呢 夏沫拨开他软软的外衣 露出黄色圆滚滚的果实 味道酸酸甜甜 甜味要多一点 很好吃 喜滋滋的看向夏红霞 很甜 谢谢姑姑 乖 夏红霞忍不住揉了揉夏沫软软的脸颊 滑嫩的触感 真让人爱不释手 夏沫双手揽住夏红霞的脖子 被他抱着回去 却发现夏小芬并没有走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他 也不知道憋着什么坏招 见夏沫就要离开 夏小芬忍不住开口试探夏沫 对着夏沫扯着嗓子喊 我爸是李刚 这可是2010年的流行词 出自一起交通事故 肇事者是官二代 他高喊 有本事你去告 我爸是李刚 网友和媒体都争相报道 基本上没有人会不知道的 如果夏沫跟他一样是众生者 那么他肯定知道这句话 夏小芬紧盯着夏沫的表情 生怕错过夏沫一丁点表情的变化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不是所有的爸爸都叫李刚 切 这么年代久远的梗 还敢拿出来 想是他 门都没有 夏沫反应很快 疑惑地歪着脑袋 眨了眨大眼睛 童真的问道 你爹不是姓夏吗 怎么变成姓李了 难道你换了个爹 你才换了个爹 夏小芬狠狠地瞪了夏沫一眼 不满地撇了撇嘴 夏沫的话虽然令人很生气 但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 前所未有地放松 从夏沫刚才懵懂的眼神 稚嫩的话中 他可以百分百确定 夏沫确实没有重生 那么重生的人就只有他自己 他就是女主角 也不知道他的男主角 现在在哪里等着他 希望他长得很英俊 就像刘德华一样 想到这 他心情瞬间变得愉悦 控制不住的狂喜 甚至还有些娇羞 蹦蹦跳跳地回家 走着走着 身后传来夏沫和夏洪霞的对话声 夏沫懵懂的声音响起 为什么夏小芬能突然换个爹 姑姑 我能不能换爹啊 夏洪霞的笑声响起 你是我三哥亲生的 这要看你爹同不同意 那为什么夏小芬可以 可能赵洪娟要改嫁了 他自然有个心殿 又或者李刚才是他的亲殿 抱夏沫似懂非懂的点头 刺耳的话钻进耳朵 夏小芬顿住 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 差点被过气去 转过身 咬牙切齿地看着 已经变成小点的夏沫 都什么跟什么啊 配角 敢惹他这个女主角 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人都走后 原本寂静空旷的地方 突然出现纤细的身影 他站在夏沫原先站过的位置 轻柔的微风吹过 掀起他额尖的碎发 露出惨白且精致的脸蛋 脸上和唇上 没有半点血色 散发着病态的气息 细长的手指轻柔地摩擦着 手腕上的红绳 露出宠密的笑容 找到你了 精致的少年 与这黑白灰的环境 有着违和感 夏小芬回到家 刚推开房间的门 就见一只破旧散发着 浓厚的脚臭味的布鞋 向他迎面疯来 夏小芬一时来不及躲闪 就被砸得后仰 直直地跌倒在地 头磕到门框上 小孩子骨头和皮肤都比较嫩 磕碰一下 就一片红肿 额头上传来的剧烈的疼痛 刺激着夏小芬的神经 让他忍不住充满怨恨 但很快 他低下头掩住猙獰的脸 死丫头干啥去了 天天就知道完 你看看小翠 人家比你小两个月 整天帮他娘干活 烧锅洗衣服 样样都行 再看看你 整天跟着男孩子出去 早上出晚上回 以为自己是公主命啊 还不快去慰藉 赵红娟指着门口的夏小芬 就是破口大骂 提前一步回来的夏富贵和夏富 有在院子里自己玩自己的 看到这一幕已经见怪不怪 没有上前想帮忙的意思 只顾着手中的蟋蟀 脚上缺了一只鞋 赵红娟指着门口的鞋 傻愣子干啥 还不快把鞋掉拿过来 被砸中的夏小芬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眼里闪过一抹怨恨 不过很快收敛起来 强忍着剧烈的呕吐 慢慢地弯腰 捡起地上的臭鞋 递给赵红娟 一把夺过鞋 赵红娟边穿嘟囔 干啥都慢 跟蜗牛一样 说完 嫌弃地扫了眼夏小芬 你还站在那干啥 还不快去喂鸡 文言夏小芬并没出去 而低头抠着手指 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 怎么了 穿完鞋 赵红娟见夏小芬还站在那 像是有话要说的样子 不知道该不该说 头低的更低了 扭扭捏捏的像啥样子 有话就直说 赵红娟不耐烦地说道 他就是想不明白 自己大大咧咧知道变通 咋就生了的闷葫芦 半天憋不出个字 急死个人 第27章 赵红娟来找麻烦 文言夏小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像是跟心理做斗争 夏定决心后 鼓足勇气地说道 哥哥刚才被红娟姑姑打了 谁 夏红娟打你哥 听见夏小芬的话 赵红娟猛地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突然拔高 虽然他跟夏红娟不容于水火 见面就掐架 可没想到夏红娟居然这么阴险 竟然仗着他不在 欺负他儿子 这个气 他是忍不了 又问了一句 富贵和富友都被他打了吗 打哪了 二哥没被打 大哥被打了 打的是屁股 红娟姑姑打得超级用力 我哥一直在叫唤 肯定很疼 夏小芬比划了一下夏富贵被打的动作 小脸紧皱着流露出对他的心疼 心里与他表面相差的别 没有半点心疼 满是幸灾乐祸 看见夏富贵被打 他就莫名的有种愉悦的快感 他夏红娟竟然敢打我儿子 听到这话 赵红娟瞬间火冒三丈 见夏小芬流露出对哥哥的心疼 赵红娟这才对夏小芬有点好脸色 难得的没有骂他 火急火燎的下床 来到院子里 一把拽起正在玩西摔的夏富贵 让他趴在他的腿上 三下两下的扒下他的裤子 黑红的屁股蛋子赤露在空气中 微风吹过 带着些许凉气 屁股蛋子上瞬间起满了鸡皮疙瘩 一脸猛逼的夏富贵回过神 急忙护住自己的屁股 脸羞的满脸通红 他已经十岁了 算是半大孩子 已经不是可以光着身子乱跑的年纪 大庭广众下 就被扒裤子露出屁股蛋子 多少有点难为情 夏富贵想把裤子穿上去 但赵红娟不许 摸着他的屁股蛋子 心疼的哀嚎 我的儿啊 屁股都被打肿了 接着他拉开衣服 果然身上有一片红肿的痕迹 看来事情真如夏小芬所说的那样 赵红娟愤怒的起身 掐着腰对着隔壁院子破口大骂 好你个夏红侠 还长辈呢 就知道一大蹊跷 把我儿子的屁股都打肿了 真不要脸 怪不得都熬成老姑娘了 还没嫁出去 我诅咒你 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旁边的夏小芬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就想看着他们狗咬狗 手里捂着蟋蟀的下腹 有件夏小芬露出的笑容 有些害怕的后退 自从一个月前开始 夏小芬就变了 经常悄悄咪咪的出去 也不知道干啥 哥 你看我干什么 夏小芬露出单纯的笑容 没 没事 隔壁院子里的张力 听到赵红娟骂下红侠 幸灾乐祸的笑了笑 还特意搬出一个小板凳 坐在院子里看戏 张翠芝在屋里隐隐约约听见 有人在骂下红侠 声音有点像赵红娟 快开门 夏红侠 我知道你在家 院子是篱笆围的 只有一米多高 从外面可以清楚的 看清里面的一切 赵红娟扯着嗓子 对着隔壁吼了几嗓子 见没人回应 立即拽着夏副柜过来 用力的拍着门 伸头往里瞅 夏末正和夏红侠在屋里玩 听见接连不断的敲门上 齐刷刷的看向门口 姑姑 有人在叫你 我也听见 又有在叫我名字 说完 夏红侠走出门看看 到底谁在叫他 夏末紧跟其后 夏红侠刚走出房间 就见赵红侠站在门外 凶神恶煞的瞪着他 觉得莫名其妙 但瞧见他跟前的夏副柜 瞬间明白了 他是来找麻烦的 什么事 还什么事 夏红侠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刚做的事就忘了 赵红侠翻了个白眼 推了推门 赶紧的 快把门打开 哦 原来是来找麻烦的 夏红侠并没有听他的话 打开门 而是双手抱胸 冷眼凝视着他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先把门打开 不开 两人僵置着 身后传来张翠芝的声音 红侠开门 开门放狗 赵红侠得意的笑了笑 不是不开门吗 这不就开了 拉着夏富贵的手 得意洋洋的走进院里 近来就对张翠芝一顿抱怨 婶子 你看看红侠做的好事 平白无故的 就打我家富贵 说着 就扯开夏富贵的裤子 给张翠芝看 看见没 都肿了 红侠下手可真狠 今天 红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 不然我就不走了 张翠芝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红侠是她的老姑娘 性格跟她一模一样 出手打人 不会无缘无故 肯定有原因 而刚才 如果她没听错的话 赵红侠是在诅咒她女儿 一辈子嫁不出去 太恶毒了 触犯到了她的底线 见张翠芝没有反应 把她的话当做耳旁风 赵红侠气得不行 这一家子都是无赖 臭不要脸 不理她是不是 她有的是办法 赵红侠扯着嗓子喊 拍着手 试图将街坊邻居都吸引过来 没天理了 快来看哟 长辈没有长辈样子 平白无故地欺负我儿子 夏红侠冷笑一声 静静地看她表演 想吸引人过来是吧 那我成全你 看看最后丢脸的人是谁 大不留心地进屋 拿起擀面杖和铁盆 光光当当有节奏地敲的 回头不忘提醒 夏末捂住耳朵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村里闲置的人 纷纷闻声而来 原本空旷的院子 瞬间变得拥挤 村里闲着没事的人 基本上都过来了 村里有名的长舌妇 好奇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起头问 赵红娟连忙拉起 姚秀英的手 开始诉苦 婶子 我心里苦啊 我儿子富贵 她被夏红侠这个当姑姑的 平白无故地给揍了 过来找个说法 一家人都不理我 为了证明自己说话的可信度 赵红娟不顾夏富贵的不情愿 强行脱掉她的裤子 怕啥 都是你婶子和奶奶 夏富贵有苦说不出 无地自容地低下头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大家都快来看啊 红肿一片 上面还有夏红侠的巴掌印 文言 大伙们望过去 还真如赵红娟所说 上面确实有个巴掌印 姚秀英看向夏红侠 红侠 富贵屁股上的巴掌印 真是你打的吗 是 夏红侠点头 见夏红侠承认 赵红娟激动地说道 看 他自己都承认了 当事人都承认 时事摆在面前 周围的村民忍不住指责夏红侠 也不能打小孩啊 哎 也不是大事 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吧 大人跟小孩计较什么 红侠这脾气还真不好 怪不得到了适婚的年纪 也没有人来提亲 这都熬成老姑娘了 很难能嫁出去了 第28章三块钱 碰 夏沫手中的香炮子 被他用力挤破 这群人真是闲得慌 事情经过都没弄清楚 就在这攻击下红侠 饿得面黄鸡兽 甚至有的人走路晃悠 摇摇欲坠 看上去下一秒 就会栽倒在地 都饿成这样了 不去找粮食 居然还有心情在这碎嘴 饥饿也阻止不了他们看戏 听八卦的决心 以姑姑的性格 能放人进来 还能面无表情地 听他们议论他 心里肯定别着惊 眼看着他们说话 越来越难听 甚至已经下结论 说下红侠以后 肯定没人敢娶 注定孤独终老等等之类 以及张力幸灾乐祸的笑容 夏沫彻底忍不住了 开口解释道 夏富贵他们欺负我 姑姑才打他们屁股的 接着将其因后果都叙述一遍 但摘除了他扔毛辣子的那一段 讲得生情并茂 听得人都带入其中 气愤不已 原本热闹喧嚣的环境 因为有了他的加入 瞬间安静下来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夏沫 安静的连根针掉下来的声音 都能听见 安静几秒后 院子里一下子人声鼎沸 我耳朵没听错吧 傻子说话了 真的说话了 傻了四年才会说话 估计也是个笨的 怪不得今天早上 瞧见夏永安和杨静怡走路 都带着笑 问他们 他们只说有好事 傻子不傻了 我看疯子也不疯了 可不是 为母则刚 杨静怡结婚这么多年 才生了个闺女 瞧见自己女儿变傻了 就被刺激的变疯了 陷入今夏沫不傻了 杨静怡应该也会变好 听着丫头说 红霞并不是无缘无故 打富贵屁股 原来是富贵欺负夏沫 人家红霞才打的 夏沫才这么小 怎么可能说假话 这样一说 刚才没多久 我还见到富贵 狗圣和铁柱 他们几个一起玩 说不准就是他们干的 他们几个整天没干好事 上次还将小翠的头发剪脱了 这几个臭小子真的牵走 几个男孩欺负夏沫一个 才四岁多的女娃娃 赵红霞也真是的 不弄清楚 就来找人麻烦 还恶人先告状 富贵找是欺负夏沫 红霞这个当姑姑做的对 他们真欠打 要是我 我肯定给他们挤破鞋底子 原本对赵红霞有利的舆论 现在往对她不利的方向倒戈 让赵红霞有些怀疑人生 愣愣看他们讨论 夏沫突然不傻了 杨静怡肯定高兴坏了 她以后也找不到杨静怡的痛点 和让杨静怡痛苦的事情 现在风向逆转 大伙都开始埋怨起她来了 真是墙头草 啥里顺风那里去 赵红霞回想起夏小芬的话 就只说了夏红霞打富贵 并没有告诉她 前因后果呀 都怪死妮子 害得她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了脸 夏不来台 让村里的人看了个笑话 等会回家看她咋 收拾这个死妮子 现在的情况不能久待 她要赶紧离开才行 赵红霞拉着夏富贵刚想溜 却被夏红霞叫住 站住我让你走了吗 夏红霞急不走到赵红霞的面前 拦住她不让她离开 想走没那么容易 刚才她原本想等大伙议论完 再跟夏富贵对峙 没想到默默这丫头 听见别人说她的不是 竟然帮开口解释 虽然有些意外 但结果是好的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诅咒我一辈子嫁不出去 兴师动众地过来找事 也都是误会 夏红霞冷眼看着赵红霞 这女人真不是个东西 整天怨这个怨那个 今天居然还敢诅咒她 嫁不出去 竟然在她伤口上撒盐 现在已经十九岁的她 算得上老姑娘了 跟她差不多大的 早都已经结婚生子 娃都生了 而她始终一个人 一个媒婆都没上过门 赵红霞被夏红霞对得 哑口无言 知道富贵被打 气头上的她 就对着墙头大骂 没想到被夏红霞 听得一清二楚 也怪夏红霞 耳朵这么好干啥 如果大伙都不在这 她肯定目中无人的 直接离开 就算夏红霞 拦也拦不住 可现在大伙都在 特别是长蛇妇 姚秀英也在 现在她想逃动呢 不然明天 关于她不利的事情 就会传遍整个红旗大队 早知道刚才 就不将这些人引来了 现在真是追悔莫及 咬了咬牙 你觉得我会信 夏红霞冷哼一声 鄙夷的看着赵红霞 如果赵红霞的话能信 除非母猪能上树 太阳从西边出来 就是想快点离开 敷衍她的而已 我又不是故意的 欠也道了 你还要我怎样 赵红霞气急败坏的说道 她在怀疑 夏红霞故意趁着这个机会 来羞辱她 夏红霞轻笑一声 相当无赖的说道 你刚才诅咒我 使我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所以你要丢点补偿才行 接着竖起来三根手指 赵红霞以为三根手指 就是三毛钱 咬了咬牙 背过身 从衬裤里特意缝的小兜里 掏出三毛钱递给夏红霞 这会总强了吧 夏红霞摇了摇头 没有接钱 不是三毛是三块 什么三块 你抢劫啊 三块钱 简直跟明抢没有什么两样 赵红霞原本想三毛就三毛吧 就算他倒霉 谁想到 居然是三块钱 三块钱都够他们家 一个月的开支了 他可不愿意当冤大头 知道赵红霞舍不得钱 夏红霞惋惜的叹了口气 你不给的话 我就告诉我三个 就跟他说有人偷窥他 做了个洗刷刷的动作 话还没说完 就被赵红霞打断 我给 我给 你千万别说出去 赵红霞下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也不知道夏红霞是咋知道 他偷看下永安洗澡的 这件事可不能宣扬出去 不然他的名声算是毁了 婆婆那里也不好交代 依依不舍的掏出三块钱 递给夏红霞 心里跟刀割一样 钱是给了 就害怕夏红霞还会因此要挟他 赵红霞还是有定点放心 既然你就已经收钱了 这件事就不能再提了 那可不行 一把归一马 这三块钱是给我的补偿 想要封我的口 还要给钱 第二十九章 我给你找个对象 赵红霞虽然心里骂骂咧咧的不停 但还是听话的掏钱 从兜里再掏出一块钱 递给夏红霞 表情非常不情愿 像是有人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一样 夏红霞挑眉 不行 太少了 好不容易带到机会 肯定要让赵红霞出出血 一块钱就想打发他 想得倒是挺美 还少 我都没钱了 赵红霞将小兜里的钱全都拿出来 一股脑的塞进夏红霞的手里 都给你 我身上的钱都给你 这回总想了吧 眼神还依依不舍的看着那钱 他兜里一共才五块三毛六分钱 一分不差的都交到了夏红霞的手上 现在他心里再低血啊 原本还想着去黑市一趟 看看能不能买点粮食回来 谁知道现在粮食没买 钱还都进了夏红霞的口袋 他是一万个后悔 早知道他就不过来找麻烦了 弄得他受了气 丢了脸 还没了五块多 造孽啊 拿到钱 夏红霞当着赵红霞的面 整齐地将钱疊好 然后随意地塞进兜里 不忘拍了拍口袋 赚了钱 夏红霞脸上的笑容都没有停过 夏红霞看了赵红霞一眼 摆了摆手 示意他可以走了 赵红霞并没有走 不放心地问道 别忘了你的说的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也不好点名 只能暗戳戳地说道 放心 收人钱才为人办事 既然我手里你的钱 那件事自然不容外说 好事的姚秀英 见着他们俩打着哑谜 赵红霞这个铁公鸡 竟然愿意拔毛 还掏了五块多给夏红霞 有点不可思议 赵红霞是出了名的扣 想从他身上弄到钱 比登天还难 怎么今天居然舔着脸 主动给夏红霞钱 就算是为了赔礼道欠给的钱 那后来的两块 都是什么原因给的呢 凭他多年的经验来判断 夏红霞手里 肯定拿捏着赵红霞的把柄 想到这姚秀英非常激动 有意无意地问道 红霞 今天你咋这么大方 也没啥大事 你竟然给红霞五块多 是发财了吗 我发不发财管你啥事 闲吃萝卜蛋操心 丢钱丢人的赵红霞 本来心里就有火 又被姚秀英这样一问 瞬间就对过去 冷哼了一声 车子下富贵 灰溜溜地回了家 既然事件已经解决 夏红霞对他眨了眨眼 说说呗 刚才你俩肯定有问题 你手里是不是拿着赵红霞的把柄 不然他咋把钱给你的 没有 夏红霞还有职业操守 没有将客户的信息泄露出去 姚秀英这个大嘴巴叉子 嘴巴巴的不停 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 估计整个红旗大队 可能别的大队也都知道了 他不是估计赵红霞 而是担心 三哥差点被人看光的消息流露出去 三嫂会罚三哥跪搓衣板 一个大男人 差点被自己兄弟媳妇差点看光 虽然是表情 但说出去 脸面上没有光 姚秀英不信 拉起夏红霞的手套近乎 你偷偷地告诉婶子 婶子不会告诉别人的 别人不会知道 放心 婶子的嘴沿着呢 夏红霞吃笑一声 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样 把姚秀英的手扒拉下去 婶子的嘴 骗人的鬼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保证 有八卦听不到 姚秀英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样 呵呵 我不信 接着夏红霞开始赶人 婶子 姚秀英撇了撇嘴 不说就不说 早晚他会弄清楚的 有什么了不起 冷哼了一声 姚秀英屁股一扭一扭地离开 人都走了 迎上夏红霞犀利的目光 张力摸了摸鼻子 拎起凳子就进屋 张翠之叹了口气 这孩子的性格随了他 有点倔脾气臭 不好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估计附近几个大队 也不会来求亲 姑娘的婚事他愁啊 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红霞长得也不丑 高个大屁股的 一看就是能生的主 还很难干 咋就没有人来求亲呢 算了 他姑娘条件好着呢 附近几个大队的男娃红霞 也看不上眼 也配不上红霞 说不定 以后给他找了个成理女婿呢 夏红霞从兜里掏出两块钱 递给夏末 留着买糖吃 夏末被夏红霞大手大脚的 给钱吓住了 哪有大人给小孩两块钱买糖的 最多就给个一毛钱填填嘴 摇了摇头 他又将钱还了回去 姑 太多了 听话收着 以后想吃糖了就去买 夏红霞揉了揉夏末的脑袋 反正钱是赵红娟的 花了也不心疼 无奈之下 夏末收下了 养着小脑袋 神色认真 姑 我以后给你找个成理对象 有钱有财 还对你还好的那样 就像爹对娘那样 哈哈 那姑就在这谢谢你了 夏红霞被夏末突然的话逗乐了 小小年纪 还知道给他这个当姑的介绍对象 我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不信他 姑知道 夏红霞没有把夏末的话当回事 直指当时小孩子开玩笑 然而不久后 夏红霞回想起 这是夏末的话 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屋前的张翠芝 听见他们姑俩的对话 也忍不住嘴角微扬 赵红娟灰溜溜的逃回家后 气势汹汹的踹开门 死妮子 你给我出来 谁知道 夏小芬根本不在院子里 屋里也没有 赵红娟刚到厨房的时候 想看看夏小芬在不在里面 谁知道刚走到门口 跟他撞了的满怀 哎呦 撞到胸口上 疼得赵红娟呲牙咧嘴 眼皮子一抬 就瞧见这个死妮子 惊慌失措地站在门口 星天的伤 加上刚才受的委屈 让赵红娟心里的怒火 上升到了极点 对着夏小芬 就是拳打脚踢 夏小芬赶紧将嘴里的东西 吞进肚子里 弱弱地问道 娘咋了 第三十章 夏小芬是众生者 你还敢提 说话都不说不清楚 害得我不但丢脸 还丢钱 想到那五块多钱 赵红娟心里就一肚子火 都怪这死妮子不讲清楚 如果讲清楚 她怎么可能去隔壁 找下红侠麻烦 赵红娟用力地掐着 夏小芬身上的软肉 发现心中的不满 突然视线 落在夏小芬的嘴角上 发现上面有红色的污垢 凑近想要弄清那是什么 看着逐渐放大的大脸盘子 夏小芬吓得腿直哆嗦 连忙往后退 心里暗道 完了 娘肯定发现她偷吃了 伸手就要抹掉嘴角的痕迹 然而赵红娟的动作更快 抢先一步控制住她的胳膊 别动 赵红娟用手一抹 放在鼻尖闻了闻 竟然是红薯 她不会闻错 确确实实是红薯 夏小芬这个死妮子 竟然敢偷吃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可以吃了 这死妮子还浪费粮食 赵红侠瞬间火冒三丈 好啊 死妮子 你竟然偷老娘的红薯 浪费老娘的粮食 看我不打死 你这个饿死鬼 骂骂咧咧的从柴火堆里 捡起一根火柴棍 抡起木棍 就往夏小芬屁股和后背打 边打边骂 老娘是缺你吃了 还是缺你喝了 让你手脚不干净 说偷了多少 我没偷 还嘴硬 家里储存粮食的房间 明明被她锁上 这死妮子没有钥匙 是砸开的门偷粮的 不会把门砸了吧 应该也不会 这死妮子还不到五岁 也没那个力气砸门 赵红娟还是有些不放心 拖着夏小芬 急忙去放粮食的乌桥 见门上的锁安安稳稳地待着 拿出钥匙开门 推开门 检查了一下粮食 发现并没有少 她这才松了口气 家里的粮食 她都是有数的 由她来保管 只要少了一丁点东西 她都能发觉 有些纳闷 粮食没少 那死妮子吃的红薯 是从哪来的 总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出现 总有个出处 凶巴巴地瞪了夏小芬一眼 说 红薯哪来的 隔壁夏奶奶给的 昨天她听见我肚子咕咕叫 就给了我一个红薯 夏小芬紧紧地咬着嘴唇 身上的疼痛不断传来 让她头昏眼障 在这个冰凉的家里 她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就用半根红薯 和一点野菜汤打发她 美其名曰她人小 肚子小 吃不了多少 每天吃的少得可怜 肚子不停地叫唤 昨天路过夏奶奶家门口的时候 夏奶奶觉得 她可怜 就给了她一个红薯 说是给倒不如说是施舍 那时正式饭点 她明明看见屋里桌子上 放着窝窝头 可夏奶奶就用一个 不大的红薯打发她 赵红娟有些可惜那个红薯 进这个死逆子的肚子里 真是浪费粮食 拿到粮食 也不知道孝敬她这个当娘的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好啊夏小芬你居然吃毒食 记住以后 无论是谁给你的吃的 都要上浇 不能自己偷吃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说完 离开的时候 不忘瞪了一眼夏小芬 厨房里重归于宁静 夏小芬缩着小小的身子 窝在锅门前 脑海中不断重现以往的记忆 没错 她是从2015年重生过来的 上一世的她 从小被赵红娟虐待 吃最少的饭 但最多的活 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夏富贵跟着几个要好的兄弟 染上了赌博 欠了一屁股债 家里根本无力还债 拿不出那么多钱 债主上门讨债 说是不还钱 就把夏富贵的双手双脚打断 赵红娟为了帮宝贝儿子还债 逐意打在了她身上 想把她卖了 给夏富贵还债 她身材干扁 没有二两肉 卖家根本看不上 还好长了清秀的脸 被城里的钟大崔 看上买回家 钟大崔已经年过半百 一直孤家寡人 因为瞎了个眼 也没有正经的工作 也没有哪个女人看得上她 使得她至今一个人 就这样 把她卖给了半百的钟大崔 原本日子过得还行 钟大崔还算疼她 可还没过多久 赵红娟就开始原形毕露 经常过来打秋风 一次两次还行 钟大崔也没当回事 谁知道赵红娟变本加厉 打秋风的次数加倍 恨不得每天来两次 不但吃还拿 恨不得把东西全都搬回家 原本能勉强吃饱的小日子 被弄得只能吃个三分饱 钟大崔本来就不是个善茶 直接把赵红娟给打了 被打后 赵红娟怀恨在心 趁着家里没人 直接带着夏富贵和她跌过来 把她家洗劫一空 一点东西都不留 钟大崔回来后 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啥都没有了 气得直接把她按在地上锤 把她转手卖给 经常耍酒疯的男人 再次被卖后 她生活得生不如死 怀着运被打得大出血 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等醉酒男人被人开车撞死了 拿到一笔不小的赔偿款 本想做个小买卖 合伙人却卷着钱跑路 孤身一人 没钱没房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想找工作 没学历 没容貌 虽说也大了 到处应聘没人要 最后找了个清洁工的伙 无意中碰到小说 就无法自拔 已经六十岁的她绘的字不多 但非常喜欢看重生的小说 特别是穿成霸总的小娇妻之类的 经常把自己带入角色 非常向往 自己穿到一个妙龄少女身上 遇到一个高富帅 前一晚看小说 看了一个通宵 刚醒来就发现自己重生了 知道自己重生后 她非常兴奋 因为她知道 后世基本发展走向 知道六年后 会发生一场空前绝后的动荡 她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跟他们套近乎 为自己扩展人脉 距离那场动荡还有六年 在这之前 让自己吃饱 找赵红娟不痛快 上辈子自己活到六十岁 这辈子肯定还是 反正被赵红娟打不死 那她就使劲地 给赵红娟找不痛快